開始直播 好,歡迎大家來參加今天這一場政治暴力下的第三代觀點 那是很久不見的宋家人,宋實業 你的外號沒變嗎? 沒有變,這東西怎麼變啊? 那個伴侶可以變,外號也可以變對不對? 好吧 好,那我們今天 你要 我通常會介紹參與時光 不過你已經知道了 你知道嗎? 你第一次來嗎? 好,那我聽你介紹 那我不要重度介紹 樓下有一個女生來參加講座 需要呼喚他喔 要開始囉 開始了,開始了 開始啊 好,不管他遲到不管哪 好,那個 佳倫之前來過好幾次 然後,我記得第一次是最刺激的 那個 那時候我們還會在一樓講 對啊,因為那時候有一個聲障 聲障就要來 啊,是因為聲障 對,是因為聲障的時候 天急的那個 可是也蠻好的一樓 不過我們現在因為一樓輸越來越多 所以後來就固定在二樓演講 好,那 佳倫有多重身份 你每個都很可以講 而且他講一講,待會我會哭 那那個 我就知道你要這樣說我啊 現場的那個 直播前的觀眾朋友請準備好那個衛生紙 你可能會跟著他一起哭 希望,如果我哭的話當然希望 那這個題目其實就很炫了 政治暴力下的第三代觀點 在身心症狀中拼湊印尼930事件的創傷拼圖 你看就是一個厲害的文青寫出很厲害的 哈哈哈哈 印尼930可能也有的朋友不知道 他是印尼很重要的一個大事情 那跟左派跟共產黨跟華人 跟排華跟死亡 是有很大的觀點 就是跟這些東西也就湊在一起 228比起來 那這很難比啦 這不相上下 就是都是死亡非常慘重的 那印尼因為人多 印尼總人口多 他的930其實後面那個事情 我們之前很多場演講 那個其實可能是 上百萬的吧 就是其實都查不到 而且到現在都還不太難講 在印尼很難講 不過在我們這邊長講 我們這邊長講930 那個其實是去理解 現在的印尼很重要的一個歷史事件 那今天930也在加倫的這一場演講中 也會提到 那是1965嘛 就是那個 右派 我先粗糙的講 就是右派的軍政府 相對右派的軍政府去 製造了一個事件 然後開始 大批的大局的殺印尼左派印尼共產黨 那因為左派 印尼的左派共產黨裡面有很多是華人 所以也會把它當作一個排華事件 就是兩個東西是繳在一起的 跟民族也有關 跟左派右派也有關係 那說不太清楚 到現在 印尼官方是沒有正式的說法 我的印象是 其實比起來台灣228 已經台灣算是進步的多了 好像是去年4月有一場就是研討會 是當年那個就是 你說的偏左的這個共產黨的 算是那個時候 他是一個革命 他是一個內部的一個 怎麼說 政治的一個角力嘛 然後有點像叛變 我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他就是發起一些 一些謀殺的事件 然後有一些共產黨的 就是那時候在上位者 然後被謀殺 然後其中一些後代 他們就去組成一個 類似我們的那個 真相調查委員 類似 還沒有到 沒有到 沒有到國家的 我覺得還早 還早 他們只是開了一場 研討會 在討論這件事情 好 那我就 反正參與時光就是講東南亞 不過不是東南亞的 這種奇奇怪怪的事情 我們也講 不過今天這一場 就是非常 非常符合我們的主題 講印尼 講東南亞 也講 正義不正義 甚至講到 第三 第三 新二代 第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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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請現場的朋友 歡迎宋家人 謝謝 好 我想很簡單的聽一下 為什麼你會來 因為這會影響我怎麼講 這個內容 就是為什麼會對 會來聽這麼奇怪的 因為在我的理解裡面 就是我在今年的那個 紀錄片影展裡面 看了很多部 都是所謂的第二代 或是第三代 講政治暴力的 這種紀錄片 然後我就普遍發現 基本上第二代是 沒有語言可以講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就被那個東西 融罩 他們在小的時候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這件事情就已經變成 周圍的現實 基本上你在那個現實裡面 你會很難去區變出 這個籠罩底下以外的觀點 但是第三代會比較有機會 從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夠遠的距離 那個創傷感沒有這麼 逼迫破境 你說的第二代是 政治暴力的第二代 對對對 我媽媽算是第二代 那我是第三代 我為什麼會特別標示第三代 是因為我其實從小到 從小其實沒有生長在印尼 但是我卻很深刻的感受到 就是這些事件 在我的生命裡面 它一直不斷的產生影響 對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看了 今年那個紀錄片影展的 一部 好幾部這個紀錄片 都是講政治暴力 創傷底下 因為發生這些事情的那一代 都慢慢的都死去了 都很老了 然後那我看到第二代的觀點 第二代拍紀錄片 跟第三代拍紀錄片的觀點的差別 所以我那時候就心裡就想說 我會想要講一個像這樣子的題目 我自己會想要整理這個東西這樣 所以我也想聽說 你們到底為什麼會 對這麼這個題目會感興趣 因為我覺得它應該算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很新的 我好像也沒有什麼在聽到 別人說這件事情 所以想知道你們為什麼會來 我會賣光傳下去 任意說的就是說 不方便成 所以傳人一下 我是 禮拜天固定會 就是 燦燈時光會擺書 給印尼的移工 看書的那一個 然後 所以我身邊有很多大量的印尼朋友 然後我最近也在學習伊斯蘭的歷史 想要去更深度的了解他們 從語言之外 然後 我覺得 930事件可以讓我對於 印尼朋友 有 再更深的了解 因為伊斯蘭 牽扯到太多了 我就是有點累 所以我覺得930會比較 針對運動的西亞 好 你今天聽完可能會有一些 你會 你應該會聽到很不一樣 而且有點對立的觀點 好 好 謝謝你 有 有 有 聽得到 是因為有看了一本書 就是 印尼然後什麼 一路 一路的珍珠 上帝一路的珍珠 對 就是這本書 然後樓下也有 那本書是講什麼 就是因為我不太清楚 他講的是 之前有一個英國的記者 然後 長期派駐在印尼 對 然後他用他 然後就是他派駐印尼的期間 大概 將近 應該有 他好像有20年的經驗吧 對 就是都 然後深入整個 印尼的鄉間這樣子 然後他以一個西方人的觀點 在討論 他所看到的印尼這樣子 然後他裡面 就是當然他也有提到就是 因為我剛好看到你的那個 演講內容裡面有介紹你是從 三口羊 你媽媽是從三口羊那邊 對 然後其實他的內容也有提到 那邊 對 所以我就覺得 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因為我看那本書的時候 其實有做筆記 對 所以我就把我的筆記翻出來看 想說 我那時候寫的筆記就是 那個地方其實是 好像很多客家華人在那 對 他們的客家華人的人口組成有65% 對就是 很高 對然後就是 好像有蠻多 呃 女孩子有嫁到台灣 他是那個婚姻移民的大眾 對 對 可是你知道為什麼那邊會聚集這麼多華人嗎 那是因為晚一點 你知道 是被迫害的嗎 對 是有一個PPE 呃 PPE叫什麼 PPE PPE 時的這個總統命令 喔這個 他裡面沒有寫到 他可能沒有了解到那麼細啦 對但是 我也是慢慢的才發現這件事 不過他講那本書你要看一下 那本書是我寫推薦序的 那本書是 近幾年來寫的最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我覺得還蠻好看的 好 對 很好看的書 因為那個叫貨是 他是記者 他也當過醫療的 而且他做麼研究當地的那個性病啊 什麼 衛生 他最開始又是 他最開始是記者 後來是去當那個 世界衛生組織相關的 對 就後來又回到醫療 這一次去寫這本書 我覺得那個就厲害 出版社給他一年還兩年的時間 讓他在那邊混一兩年 他會印一文 所以他寫得非常深 好厲害喔 對 所以我就想說 看了那個東西 然後 剛好你的背景又從來沒有想 來聽聽看 就是 當然他裡面的內容 其實也有提到這件事 對 只是 然後他大概講的 其實 剛剛主持人其實已經有提到 一個概括大概就是那樣 就是 右派政府 軍政府去 對 陷害左派 然後當然 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突然 他剛剛在講的時候 突然想到 之前歐巴馬 其實他的 繼父吧 他的繼父好像就是左派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遇到這件事 然後被 顛覆 算是本來在他 他繼父其實是在美國留學 對拿留學獎金留學 然後因為失事了 所以他們就整個被叫回去 對 然後叫回去之後就是 歐巴馬那時候也就跟著過去 過去那邊就住在那個地方 但是後來他媽媽 覺得不應該讓他的小孩 在那樣的一個不是很公平 公平正義的環境 然後他怕他小孩子會扭曲 人格會扭曲 所以又把他送回美國 夏威夷 所以其實就是剛好 這個主題跟我之前 念看的說是有連結 所以我有戲劇來聽 謝謝 你好 我是因為那個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現在在那個 政府底下一個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你好你好 沒有我只是一個學員 就是 他裡面有一個 重建社會信任小組 那這個組別的主持人 彭仁鈺老師 他是一個精神分析師 我有去參加他的一個工作坊 因為我是 我本身也是生性 心理專業 對 然後他最近就是在培訓一群 群助人工作者 你有去上嗎 我有去上那個第一期 初階的 但是我沒有上第二期 然後進階的是現在正在上 明天也有 然後因為 因為接觸的這個就是 我們在重新了解 白色恐怖跟 歐巴斯的這些 政治受難者 跟他們的遺族 就他們的家屬 第二代第三代 因為畢竟在 德國的那種 納粹 納粹 跟那個猶太族群 他們已經研究到第三 第四代了 但在台灣對這個 其實是完全陌生的狀態 然後我很想知道說 在政治暴力底下的 當事人 他是怎麼去去拼湊出 還有去怎麼看待自己在這個 家庭裡面的 的傷害 然後要怎麼重新回去看 然後重新認識自己 因為很多在這樣的 家庭 家庭底下的當事人 或是他的家人 其實是很難 就是這樣的議題是很難碰觸的 那因為之後 之後工作坊他們 我們培訓出來的 助人工作者是希望 可以進入他們家庭 去了解他們的創傷 然後甚至做療癒的這個工作 所以才想要來聽這個講座 因為我自己是 對白色恐怖這個事件 沒有 事件上沒有辦法投入很多 不然其實我對這個小組的工作 是很感興 所以你也是助人工作者 對 我是臨床心理師 那我知道 謝謝 真開心 那我就 我還是學生 我是一直來都還蠻關注 轉型陣營跟白色恐怖 L228事件的人 然後 因為我覺得我家中長輩 雖然不是直接的 可能政治暴力的受難者 可是他們還是間接的影響 就是我覺得他們 像我阿嬤她就是一直處在一種 私語的狀態 就是只要談到政治就會回避 可能我阿公在罵國民黨 然後她就會說你不要再講 我就怕會再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覺得就是一直到我媽 然後再到我 好像到第三代 好像就是只要轉型 就整個社會就會 會有一種籠罩出一種 就是對立的氣氛 可是它其實不應該是這樣子的 然後 再來就是我對 就是 移工移民 然後第二代第三代的 一直都蠻有興趣的 可是我一直還沒有 實際聽到 就是 當事人的 就是現身說法 所以就想要就是 多了解一下 好 因為 因為我今天可能講 妳就留著 我今天講的可能 就比較不會是分享這個部分 就是 真的會很follow 那個我今天要講的 就是政治暴力的這個部分 這樣 有一個線上的朋友 彭正天她想問妳 是看了哪幾部 政治暴力的紀錄 天哪 就是有一部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那個 她是 也是那個 納粹 她是三個年輕人 阿嬤什麼什麼的 就是 就是 三個 哈囉哈囉 哈囉 她是三 她是三個年輕人 一個是德國一 然後一個是 好像是英國一 然後一個是 就是 是 猶太 人的三個後代 她們三個阿嬤分別 都是不同的 那個陣營 她們三個是認識的 她們就說要去拍一個阿嬤的紀錄片 還蠻好看的 然後就把她們三個阿嬤湊在一起 讓她們談當年的事情 就是有一個阿嬤在集中營 然後有一個阿嬤是 她是 英國的 間諜 她是那個破解 那個密碼的那個 對 然後有一個是 她就是 很喜歡 希特勒 很熱愛希特勒 就是這樣三個的阿嬤 然後她們湊在一起 對話 是一個很珍貴的紀錄片 其實網路上應該可以查到 在紀錄片裡講 今年的 好 那我今天要分享的內容 你有要講嗎 我沒有要講什麼 好 好 默默飄進來的狀態 這樣子 好 就是我自己 我是宋嘉倫 然後我今年已經35歲 那我在1983年出生 我媽媽是在1982年的時候結婚的 然後這是我們在南庄的這個家 然後這是我爸媽結婚的照片 那我媽媽會到台灣 就很簡單講一下 她會到台灣是因為她那時候想要去一個 她在印尼那時候以前開過咖啡店 據她所說她很聰明 很多人追求她 我覺得很多人的媽媽的故事都追 但是她有一天聽她的親戚說 就是可以來台灣工作 那她那時候台灣是 台灣錢淹腳目的時期 所以那時候她就存了一些錢 機票錢她就到台灣 可是到台灣發現只能停了三天 然後那時候就是所謂的親戚就告訴她說 還是你要嫁個台灣男人 這樣你就會擁有永久的這個身份證 這個誘惑有點像是我們有一天到了美國 或者是到了英國 然後有人就告訴我說 其實這三天 就是你已經花了錢喔 到了這邊 然後可是你發現 發生了一些問題 你得馬上回去 可是有一個可能性是 你嫁給當地的男人 你就可以獲得那邊的身份證 然後我媽媽選擇了這個路 她就三天內就把自己嫁了這樣子 然後一直到她第一次回印尼之後 是八年後 因為這中間反正 對我爸爸的這邊 可能也不是這麼這麼友善 會擔心她跑掉或什麼的這樣 好 好那這是我很 所以我媽媽是 嗯 對 就是婚姻仲介來的這樣子 對 有一點點 也許有一點點被蒙騙吧 對 但是我覺得她很清楚 是她自己做的決定這樣 那年她23歲 所以我覺得 其實我想23歲她可以做這個決定 她有本錢 然後我覺得她也算是蠻 蠻有 她有一些 我覺得是有一些 對自己的未來有一些很不一樣的看法 所以她離開了一年 那我在之後的追尋裡面 我慢慢慢慢的會 覺得我有發現另外一個原因 為什麼她會離開這樣子 這個玩意給我們再說 然後這就是我們家 就是在一個鄉下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很純樸的鄉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雖然她已經到今年喔 她已經離開印尼36年 可是好像一直有一些陰影 其實是從來沒有離開過 就是她有一些 從小就會有一些 我們其實這麼近身互動 其實有時候我其實是會覺得 有一些她的一些行為 會讓我覺得很困惑 對我來說我在來的路上 我在想她到底哪裡奇怪 但是我覺得她是很奇怪的 但是因為太近了 所以就變成說 我沒有辦法去分辨出來 到底她哪裡怪 但是你問我 我覺得我媽是一個如果 如果說我還小 然後如果她覺得 我妨礙到她 那我覺得她是有可能會 對我做一些很恐怖的事情 然後我從小 我就是在我去發現 到底我怎麼了 就是我的生命的歷程 或是有一些議題很痛苦 很恐怖的議題的時候 到一個階段我就發現 欸我覺得 你要說我媽是這種狀態 我覺得完全是可以想 你們知道我在說什麼嗎 就我媽媽有可能對我做一些 真的很恐怖的事情 我可能比那個研究非常多倍這樣子 就是 嗯 嗯 沒關係 就是大家理解到哪裡 就到哪裡 就是比你們想像很恐怖這樣子 然後呢 不是只是虐待 不是虐待的問題 我沒有被虐待 但是 對比那個還 對 所以呢就是 對我來說 她就是有一些奇怪的地方 譬如說她從小就很歇斯底里的 沒有辦法 就是當我們說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生日 生日的時候 的時間 她就沒有辦法 就是跟我們說 她就會表現得非常的 就是說 欸 就是不能這樣 有人會害你 類似像這樣 或者是 有時候就是那個 發生了一些 去年吧 還是前年 就是有發生一起 在台鐵裡面的一個 可能疑似爆炸物的新聞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也是非常的驚慌 就打電話問我說 一直問我說 怎麼會這樣齁 就是她那個話是說不出來 就是說不 說無法說完整的 就是她也不知道她怎麼了這樣 那後來呢 就是在我 第17 在我17歲的時候 那時候是1999年 那時候是 聽說我到了17歲 我就可以回印尼了 因為算命的時候 我太小出國的話是不可以的這樣 所以我17歲那一年 我回到印尼去看我 看我外婆 然後 那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到我大阿姨家 這個黑色的東西其實是一個鐵門 就是那個鐵門是 就是很像是我們浴室那個拉門 出門拉門 但是它是鐵的 而且就是每一片都很厚 他們 我到大阿姨每一次進出 他都必須要把這個很厚重的鐵門關上 然後上鎖 然後再出去 然後打開再進來 而且我印象很深刻第一件事情是這個 第二件事情是 嗯 我記得有一次是仪仗 因為他們在那時候在開陳衣工廠 那時候它是一個災災的走廊 然後仪仗就站在這邊 然後就訓話 這樣子 呆呆迴迴就訓話 然後那些當地人就做一圈 然後是呃 乖乖聽訓 因為他們是一個禮拜領一次薪水 但是仪仗的意思是說 他們就是一領到薪水就花光光 所以仪仗想教導他們怎麼樣 就是比較有規劃的花錢 不要亂花錢要省錢 但是事實上 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就是族群 而且華人因為飄梁過海的關係 他們其實很多我認識的都有囤積症 就是性格是 就是天 囤積症 對 真的是囤積症 我媽媽也有 但是沒有那麼重 但是我認識兩位他們 媽媽也是印尼華僑 他們家都有 成度不一的囤積症這樣子 因為飄梁過海嘛 你失去所有的財產 你必須要積累 而且客家的性格 客家人的性格 原本就是 就是他們就是從北方飄到南方 再從南方飄到任何一個 可以落地神根的地方 這是第二個 可是那時候我聽他訓的時候 其實我就 我不知道怎麼說 那時候我還太小17歲 但我就有一種 我印象深刻那個畫面 第三個畫面是 我大家已去跟這個房子 外面後面 巷子裡面的一個 非常小的雜貨攤 他們的雜貨攤 可以就這麼小 就這一個書 書櫃的寬度這樣 然後深一點點 就這麼小 那時候我就記得就是 我的 我的大阿姨跟他講話的時候 就是我在旁邊 都會有一種 我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講 但是就是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就是皮膚刺刺的感覺 不是腦骨想是皮膚刺刺的感覺 後來我媽媽有一年就是隔 我們33歲的時候又再回 32歲又要回去一次 我媽媽明明會說印尼話 可是我們去市場的時候 他都不願意跟當地的市場裡面的當地人講話 他說我不會說話 就是一些 好像他就是他很怕當地人那種感覺 然後他在印尼從來沒有搭過計程車 在印尼華僑的移動 其實他是 在印尼華僑其實不是一定都是家裡有車的 有些狀況比較不好 事實上他們也是需要搭那個當地的那個就是 那個麵包車 對對對 那種麵包車一次可能就很便宜 就是一兩塊兩三塊三五塊那種 但是就是有家裡 可是像我大姨他們家是自己有私家車 他們從來都不會搭外面的公車 或是剛我說那種麵包車 他們就一定是包車出門的話一定是包車 所以都比較貴 可是他們就一直是這樣 所以那是第三次回去是34歲的時候 我那時候想要叫我媽搭計程車 他真的是 他真的是我們兩個翻臉 就很嚴重的翻臉這樣子 對我再往後講 然後所以這個就是印象這樣 然後這是我媽媽就是第二次回去的時候 媽媽帶我們回去家裡曼丹去看以前的房子 但是早就沒了啦 就都腐朽了這樣 然後這是他小時候喝水的 喝水跟洗澡的地方 就是很天然 非常天然 然後這是我現在還住在那邊的四阿姨的房子 在它是割塑膠圍身這樣子 然後這是我爸爸媽媽的婚姻遷移 跟他們自己本身的遷移的一個路徑這樣 然後爸爸是從梅縣到 其實是先到了桃園送屋那個地方 我們家姓送嘛 後來因故就是搬到了 又做了幾次遷移這樣 然後到我是第七代 然後我媽媽其實也是從梅縣出去的 他們都是美縣的客家花廠 然後他是到他是他是阿公的阿公 到了阿公的阿公就是 對吧阿公的阿公 對到了那個印尼 在了加里曼丹 那時候是技術移民 對然後到那邊之後就是他們就開始就是圈地 然後就開始做種橡膠樹 然後做隔膠的工作這樣 然後這是他們簽 可是很有趣的是他們就其實來自同一個地方這樣 然後這是我第三次回去印尼 就是在兩年前 去年 天啊是去年嗎 天啊救命啊 我已經有種恍無隔世的感覺 那時候為什麼會特地放這張照片呢 那時候第三次回去印尼 我是拿那個民進黨的青年部的計畫 是尋根計畫回去 那時候我戴了攝影機 因為那時候我剛了解到說 我外公是印尼共產黨 那是一次我的大陸的朋友來我家 然後坐我媽媽的車 然後我媽媽就是因為印尼的很 大陸的朋友他是做NGO的 所以他對於那個 有一些 有一些觀點這樣 然後我媽媽後來就再聽聽聽 他就說 嗯 最後還是要回歸中國啊這樣子 我就說 蛤?什麼? 我說難道你是共產黨嗎這樣子 難道你是就是 就是支持 就是你是共產黨這樣嗎 我說喔不是 我說難道外公是共產黨嗎 他就說對 然後突然之間就是那個 不知道為什麼突然之間就問出說 難道外公是共產黨 就是你是這個立場嗎 他就說 對啊 其實這真的是他不小心說溜嘴 因為那時候 真的他是不小心說溜嘴 那時候我 我 我因為申請到這個錢 我是我是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從很年輕的時候就關注移工的議題 就是一開始是先關注移工那個時候在我很年輕的時候甚至沒有 好像比較沒有什麼聽到外籍配偶的議題比較少一點這樣 但是移工我那時候很年輕的時候就知道應該也有那時候也有但是我特別關注移工的議題 然後我那時候我現在想我可能年輕的時候我想要知道印尼的事情其實只能夠從關注這些移工的議題 然後才能夠有一種連線 產生連結的感覺這樣 那 但是我長久以來這麼關注移工的議題 然後我也有帶那個外文書印尼的書回來 第二次去印尼的時候帶了一大堆 是從我那個阿姨的女兒 也就是我的 表姐 是嗎表姐 從她的書房裡面搜刮了一大堆回來 對 然後那時候我還請我的表姐打電話給在台灣的監牢中的移工的家人 在印尼的家人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還跟我的大姨解釋說 就是在台灣工作的印尼的移工有一些狀況 就是被虐待什麼什麼的 那時候我阿姨的表情超尷尬的 然後我超白目的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對她來說這是什麼意思 我完全沒有意識到 然後是後來第三次我回去的時候我就拿著攝影機 跟錄影筆我超白目的 就拿著然後就問他們說外公的事情 沒想到他們完全就關掉那個攝影機 他就說這沒有什麼好談的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故事 我會說那外公是哪裡人 這以前的事情沒有什麼好說的 就完全是封閉性的 然後後來我沒有辦法 我只能夠 我拿著這個計畫的錢 可是我現在完全失敗 就像一個去田野的人類學家 完全搞砸了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我就完全退回來 我就問我媽說 那我們總是這一趟回印尼還有十幾天 然後大概快十八天吧 我就說那我們接下來要幹嘛 因為第一天還第二天就宣告失敗了 我媽就不知道啊 就說都可以啊看你想去哪裡 我說我都可以 我沒有 我其實對這邊了解不是那麼深 你要不要決定這樣子 他後來就支支吾吾就有點說 他其實想要去巴厘島 我就馬上 就是網路上購票 然後查了所有的行程 然後過兩天我們就去了巴厘島這樣 然後到了巴厘島之後呢 就是在這邊發生了坐計程車事件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包車 就是朋友推薦那邊 巴厘島的一個包車的公司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就有發生說要坐計程車 但是他不太敢的事件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們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在印尼的時候我就開始跟我媽吵架 因為我就想起我小時候就是 就是我小時候有一個長輩是我的乾爹 然後他 嗯 他其實從小就對我 算是 不是只是性騷擾這樣子 對 可是因為我會說 我為什麼沒有要準確說 是因為很多的記憶被我自己扭曲了 所以其實我是沒有辦法 記得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有時候我做夢的時候 就會夢到 比如說 手上有一個熱熱的長條物 然後就進行 然後我覺得那是 那是應該是我自己身體的真實記憶 可是我可能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 很清楚的 理性的 然後去知道說 欸 是這樣子 他有 因為我的我的理解是 我乾爹雖然很疼我 他都會摸我 每天睡覺都抱著 就是 我每個週末都去他家 就是過 過週末 然後都會跟他一起睡覺 然後乾媽會去跟小孩睡 他 三年的時間 他每天都 就是只要去他家 他都會抱著我摸我的身體 然後睡覺這樣 可是我都 在我很年輕的時候 還在玩SM的時候 那時候我的理解是 他是 他是 他是喜歡小女孩 但是那是一種特別的愛 我以前的理解是這樣 然後 而且我 我會很堅持 就是他其實 我不記得他有 對我做什麼不禮貌的事情 或是超過的事情 我的理解是這樣 我的認知是這樣 我的記憶是這樣 但是 這就要談到說 對不起這個故事真的是 一層一層包得很深 但是這就要談到說 為什麼在那個時候突然 我會開始跟我媽媽吵 吵這件事情 我跟我媽媽吵說 乾爹小時候是不是有 就是你知道乾爹小時候有摸我嗎 就是我 我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太敢講 就是有一次開車回去 已經快到了 那時候我決定在那一趟車上 一定要跟我媽問這件事情 她知道乾爹摸我這件事情嗎 然後真的快到了 我才鼓起勇氣說 你知道乾爹小時候會摸我嗎 這樣 然後我媽是完全的 她整個是驚呆的 她整個是僵住 其實我沒有辦法判斷 到底她知不知道 其實我覺得她應該知道 因為後來我印象中 就是她會一直告訴我說 她很疼你耶 她對你很好 她都買衣服給你 買洋裝很漂亮的洋裝 買玩具給你 她都會一直說這些話 然後所以我的腦袋裡面 對於就是這整件事情 就是會剩下一句話 就是她很疼我這樣 到後來我覺得這句話有點 很常出現到 我後來覺得 其實我有可能很常跟她講 我覺得不太舒服這件事情 可是她都會用這句話告訴我 但是為什麼是 2017年那個時候 我突然跟我媽媽吵這件事情 其實這是因為在前一次 第二次回應你的時候 我處理掉非常多恐懼跟恐慌的議題 就是我大概是從10歲開始 就會因為就是因為看了一部鬼片的關係 然後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心臟一直要從我的嘴巴裡跑出來 然後然後就是但是但是 你知道嗎就是對小孩來說 因為這個影響一直發生 不斷發生一直到我 到我大概就是到我33歲那一年 到32歲第二次回去到33歲那一年 其實這恐慌一直不斷的發生 就是我的最恐慌 最害怕的事情是就是 會有很多的吸血蟲會鑽進我的身體裡面 就是我的恐懼會用一種吸血蟲的這個意象 隱喻然後會存在在我的夢中這樣 那時候我第二次回去一年的第一天晚上 我就夢見你的蚯蚓就爬進我的腳底 而且進去很深一段 然後我還把它扯 然後把它扯斷 它就在我的腳裡面 然後我就用水柱去噴它 想把它噴出來 從那之後這個夢就是 不斷不斷的發展 到後來變成是那個血痣 到後來變成是細細白白的 你根本不可能把它從身體裡面拔出來的 然後一直到我從第二次回應你之後 那時候就開始了解到說 就是那時候我面對很多恐懼跟恐慌的議題 可是我慢慢了解到說 就是其實我身上這個恐慌恐懼的議題 不是只是我小時候看鬼片 沒有那麼 你會看鬼片然後就發生恐慌恐懼 然後死亡焦慮然後 然後而且是挺嚴重的 到後來我會 重重的壓力底下 就開始產生一些幻覺 比如說看到 我那時候住在 逃走住在北京 因為覺得台灣發生很多事情 參選嘛那年 參選完隔年然後在那個綠檔工作 然後後來就是身心俱疲 然後就覺得好像在被 放在那個零肉炸之機裡面 後來我就逃走 逃去印尼這樣 我2010年曾參選是音樂這樣 然後 我發現很多恐慌跟恐懼的源頭是媽媽 就是因為我開始 我們做念心理的 一定會去看自己的家庭的關係 然後我一看我媽 我就覺得太熟悉了 就是有很多恐懼恐慌 律病 然後包括就是害怕身體的 身體會有一些殘 就是一些受傷或什麼 如出一折 所以我就知道這件事 就跟我媽有關係 所以那一年回去 其實也是想看 到底她發生什麼事情 她的家庭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那年回來之後 可是那年回來之後 我就還是 那時候還對這些議題 930還不是那麼清楚 我就發現就是應該是因為她小時候 有發生過一些 就是她在那個 那個狀態下長大 所以有一些恐怖的事情發生 但是那時候我什麼都還不知道 所以那時候我才會去跟大阿姨說 就是有一些在台灣的移工很可憐 然後被虐待什麼什麼 然後就殺了船長什麼什麼 然後就跟我大阿姨 然後我大姨那時候表情整個是 然後我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後來其實是我處理掉很多恐懼恐慌的議題 包括我看那個就是殺人一局跟沈默一瞬 就是兩部拍930事件的一個紀錄片 那時候我花了很大的心理準備去看那部片 真的就是不斷的心理建設然後才能看這樣 我先看沈默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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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殺人一局這樣 就反過來 我反過來看 因為我沒有辦法一開始就看 對我覺得太恐怖了 就是那個笑虐我太熟悉了 就是那個笑虐這樣子 然後所以我慢慢的能夠看那部片之後 我就突然之間豁然開朗 就是那些恐慌恐怖其實都不是沒有原因 因為你知道嗎沒有原因的最恐怖 你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最恐怖 可是反而我知道了之後 一步一步我可以用這些故事回去追溯這些 曾經發生在那個歷史政治時空底下發生什麼事情之後 然後我也開始去找一些就是這個研究 相關的研究來看之後 我慢慢的就比較能夠 其實我的滤病症跟恐慌什麼 其實真的是好了很多很多很多 有很長一段時間是完全是痊癒的狀態 然後甚至到第三次回去我跟我媽吵了 因為我就是處理掉很多的恐慌跟恐懼的議題之後 然後我就比較能夠鬆一口氣 因為在那之前我的整個生命都是在 好像有什麼恐怖的東西在追我 一直不斷在跑 就是我身上會有很嚴重的PT 其實是好像是CPDSD 就是PT PDSD是那個症狀壓力症 但是好像又在更複雜一點點這樣 當然這是我自己看那個那些 那些就是那些定義 然後我自己的感覺這樣子 就是我就是不斷在逃跑 然後在我身上的戰逃反應就是 我隨時覺得有可能有危險發生 我身體會隨時會發展出一個 預備逃走的狀態這樣子 然後因此就會 就會得 就很嚴重到其實會影響我的身體 有幾年我就暴瘦到44公斤 然後最嚴重的時候就是 我坐在18樓就逃到北京 那時候發生一些事情逃到北京 然後我會覺得整個世界是不斷的 往窗外面是傾斜的 然後那時候就是去搭地鐵的時候 會很害怕 因為我會覺得我要控制我自己不要跳下去 就是會發生這種很可怕的事情這樣子 然後因為處理完這些事情 所以我開始比較能夠看到 比較能夠看到 除了就是逃走以外的其他的事情 包括我自己的身心的狀態 我的身體跟我的親密關係 那時候我才有一些餘欲可以去處理這些事情 所以當我開始要處理親密關係 像我們這種狀態一定會在親密關係 遇到很嚴重的障礙 包括性或是包括一些就是 安全感什麼的 就很嚴重很嚴重的狀態 所以我在跟我的親密關係相處的時候 就遇到很大的壓力 然後這壓力會讓我不斷的去看見 就是小時候其實在我身上發生一些事情 然後那些事情其實影響我現在的安全感 跟親密關係的品質非常非常多 所以我慢慢就開始去回溯 就開始生氣 就是為什麼我媽媽沒辦法保護我 我爸爸也沒辦法保護我 那時候 所以那時候第三次去印尼的時候 巴厘島要回去的時候 我就開始跟我媽大吵 我在機場問我媽說 為什麼那時候發生這些事情 你為什麼不知道 我就一直逼問她 你為什麼不知道 你為什麼不知道 然後我就在機場大哭是嚎嚎大哭 然後就哇 然後大哭 然後旁邊的人 所有的人都就是 就不敢看我 因為他們就覺得看我 好像就是會讓我覺得很丟臉 還是什麼 但是我就沒有管 我就大哭 嚎嚎大哭這樣 很愛 就哭得很大聲 然後我媽其實也沒有辦法做什麼 然後也是因為這件事情 我們回到印尼的 那時候是去 從那個 巴厘島要回去的最後一天 在隔天的時候有大吵這樣 在前一天的時候 我媽媽露出 一個很輕盈的神情跟很輕盈的跳躍這樣 她整個跳起來這樣 那時候我們在一個很棒的就是飯店 很便宜但是很棒的飯店這樣 然後 這是我第一次 感覺到我媽媽在印尼的時候 她脫離了一種 被當地的那個幽魂糾纏的那個狀態 就很輕盈很輕鬆這樣 殊不知隔天我們就大吵 我就開始逼她 那時候我氣的是什麼 為什麼 其實我可以理解 因為在 930事件跟 黑色五月暴動 在1998年的那個黑色五月暴動 它是 這些事件其實都有 系統性的針對 女性的性的暴力 其實我知道為什麼我媽媽沒辦法保護我 就是我完全 知道 但是知道是一回事 就是要去處理 更更細緻的感覺 是另外一回事這樣 但是到那個時候我已經就是 就是我還想 我想要好好的生活 好好的做我真正想做的事情 可是我會不斷地遇到很多的困難跟障礙跟痛苦跟恐懼或什麼的 而且 我很嚴重的跟 就是 異性的界線 非常不清楚 就是我遇到一個喜歡我的人 他如果跟我說 他喜歡我 然後我說 我不會拒絕他 我會讓他有一種 我也喜歡他的感覺 就我的態度會是討好他 就有點私的戈爾摩其實 我沒有辦法好好拒絕他 我甚至會讓他有一種 就是我有同意他 我也喜歡他 就是我下意識的會這麼做 所以我親密關係會出現非常嚴重的問題 非常壓力非常大 大到就是一直掉頭髮 就很嚴重這樣 甚至那個人如果 那個人其實跟我沒有那麼熟 甚至那個人跟我說 其實 我就說 就是 我可能那時候就會說 我說謝謝你喜歡我這樣子 但是我沒有喜歡你這樣 然後那時候 他就說 真的嗎 你 你誤會了什麼吧 其實你是喜歡我的 然後我的世界就粉碎了 因為我就會相信他說的是真的 這是其實是一件有點恐怖的事情 我說的相信他是真的 跟我的世界是粉碎 就粉碎的意思是說 那一刻我開始懷疑 所有以前我以為的我 其實不是真的我 就是 是不是我是喜歡他的 其實我的 就是 我會懷疑我的感覺 是不是我沒辦法信任的 所有我的感覺 我說喜歡其實不喜歡 我說不喜歡其實是喜歡 這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人格上面的毀滅 所以我會說我整個人都碎開了 而且那個時候我經歷的類似的事情實在太多了 每次都是這個這個幾點到那個幾點 然後再回來 再回來 每一次我到對面的時候 我所有的原本的世界就碎掉 就碎開 我就完全不知道該相信任何事情 就是在這兩年很嚴重的狀況的時候 但是在這個狀態裡面 如果說我想要回到一個比較穩定的狀態 其實我是要做什麼 我是完全沒辦法相信我的感覺 因為我相信我媽媽說的 就是他對我很好 就是我乾爹對我很好 我完全相信他說的 然後我也完全相信我的記憶告訴我說 就是我乾爹沒有對我做不禮貌的事情 就是他真的是一個很破碎很痛苦的道路 是我必須要在我所有一點 就是一點點我都沒有辦法確認任何的 我不知道我的感覺是什麼 我的感覺是被扭曲過的 所以我必須要在所有不確定的事情裡面 我要去相信找到我的感覺 這其實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你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參考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 而且你的感覺會被扭曲 你的記憶也會被扭曲的時候 你真的不知道該怎麼樣找你自己的感覺 不知道 可是從我很年輕的時候我就很 就是好像有一個很明晰的道路 就是不斷就是跟身體有關係 包括我很年輕的時候接觸SM 包括我有很 包括我是一個同志 包括我會對很多性少數的 就是性的比較少的 性的少數的這些生命的經歷 會有很大的興趣 就是後來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什麼事情都沒辦法相信 我沒有任何判斷的時候 至少我可以去問問我的身體 如果我身體現在感覺很噁心 也許他真的有對我做過什麼事情 如果我感覺到排鞠 那我就試著相信 我可能有一個不舒服的感覺 只是我還不知道它是什麼 我就這樣就是非常破碎的 就是不斷的修補 而且不斷的就是繼續碎裂 修補碎裏 但是慢慢的就會有一個東西 越來越堅定 就是我慢慢的在這個過程中 找到我的感覺 就是在這些所有的爭吵的這些歷史 這些狀態裡面 就是包括包括我跟我媽媽問他說 因為我其實真的不記得我有沒有告訴他 我記得我沒有告訴他 我只記得他一直不斷告訴我說他對你很好 所以那個時候對我來說 我唯一可以判斷的是我是生氣的 我對我媽媽感到生氣 所以我就讓我自己生氣 我就 然後那個生氣會找到一句話 那句話就是 你那時候為什麼不知道 因為其實是三年的時間 它不是一個很短的時間 就小孩有這個異狀三年的時間 你沒有發現其實是一件 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情 其實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我就只能夠不斷的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知道 我在問他的責任在哪裡 你為什麼不知道 在印尼那個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會爆炸 其實是因為我那時候那幾天 我就不斷的感覺到 我媽媽她不斷的想要告訴我 她沒有辦法為自己負責 那時候到後來就是錢都是我在付 因為她不敢跟當地人說話 錢都是我在付 到後來她就說 她就直接說我不知道怎麼用錢 她就把錢給我 事實上她知道 可是到這個晚上住宿的時候 她已經到達了 就是她連把手機充電的插頭插進插座 她都說她不會 我那時候好生氣喔 然後隔天還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隔天我們要坐這個車子回去 去機場的時候 前一天的時候我就跟我媽說 我們坐大概10點的車好不好 因為11點的飛機 可是因為國內線應該很快 我就說坐10點好不好 可是因為飯店那邊一直叫我們坐 我說坐10點半好不好 然後可是飯店一直叫我們坐9點的車 可是那個飯店很舒服 所以我其實是想要在那邊多逛一下 可是因為那個飯店人員一直告訴我媽說要坐9點 然後我媽就同意了 然後我那時候有點生氣 因為我其實才跟我媽溝通過說 就是不要那麼早去機場 她都提早三四個小時前到機場這樣子 我才跟她溝通過 然後她就沒有 沒有同意我們先前討論的10點半 我就很生氣 但是我就沒辦法做什麼 可是隔天要上車之前 她居然問我說 我們真的要上車嗎 然後那時候 她問我說我們真的要上車嗎 我覺得她莫名其妙 我就說我們已經 就是只有這班車可以坐 如果我們要去搭計程車 我不是很確定我們可不可以叫的到 所以風險是比較大 所以我們現在得上車 可是那時候我就覺得說你前一天我才告訴你說 你應該告訴飯店人員 就是我們要搭10點半的車 但是我媽都完全不敢說 你知道我就很生氣 我就覺得說 就是你到底為什麼 就是我氣的是她為什麼沒有辦法去面對她的恐懼 然後照顧我的感覺 那時候我氣的是這個 然後後來到了機場的時候我越想越不對 我就開始跟她吵架 我就說我那時候一堵氣起來你知道嗎 那個氣就是我們不是說好了嗎 我們不是說好不要這麼早到機場 因為我到機場就發現又兩三個小時前到 我說我們不是說好了我們要晚一點到嗎 然後她就說 你不想上車你就不要上車啊 她就說了這一句這樣 然後我就突然間就氣到不行 因為她的意思是說 那三年期間如果我不想要的話 我可以不要上乾爹的車嗎 她是這個意思 她是這個意思 那個時候我才小四幾歲 我八歲 我有衛生紙謝謝 小四幾歲 對我媽是這個意思 後來我回想就是 因為那時候我大爆炸 然後其實那時候情緒很崩潰的時候 其實我有點不太知道我怎麼了 我是後來慢慢慢慢的去重回那個狀態 然後我才能慢慢的了解到說 其實那真的是非常傷心 就是她期待我一個 就是還在小學的小虎生 她期待我保護自己 甚至我不知道有沒有要保護她 就是真的是很慘烈 就是這些發生在她小時候 在她母國的這些暴力的事情 用一種重複的方式發生在她身上 因為她後來就變成了一個間接的加害者 在三年的期間裡面 她從來沒有辦法去意識到這件事情 或是她有意識 但是她 她整個是動講的 她沒有辦法 而且後來還發生一些很誇張的事情 但是我就不講這麼細 我就要開始進入印尼 那邊的那個脈絡這樣子 就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是 就是我們回到印尼之後 因為某些原因 所以我們就去了她的朋友家 她的朋友家的兒子 是印尼華僑的男生 然後她在台灣黑工十年 但是後來被抓住送回去 她不斷的想要回台灣 然後呢 這個男生在明明知道我已經有對象 因為我會故意在他面前講電話 就是講錯 因為他聽到中文嘛 我會故意在他面前表現出我有對象 然後跟這個對象很甜蜜講話 可是他仍然會不斷的靠近我 他會不斷的想要靠近我 故意會說一些 就是教我說印尼話的時候 故意教我說我愛你 然後故意在我說 就是你可以不要進我房間嗎 他還是進來 就是他聽不懂你的拒絕 因為他更想要到台灣 他覺得如果跟我結婚 他就可以到台灣 而且又有回法的身份 他媽媽也知道這件事情 我媽媽也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有一天晚上我覺得 就是真的很害怕的時候 我就回憶起回憶一下 就是我就關在他媽媽房間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我其實已經發過脾氣了 我媽媽已經跟那個男生說 請他不要再靠近我 所以我媽是笑笑說的 意思是說 我沒有打算 就是有結婚或什麼 其實你知道嗎 很清楚 就是我媽媽知道那是什麼意思 他媽媽也知道什麼意思 但他沒有要停止這件事情 真的很可怕 所以那個時候就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要逼我媽去坐自行車 因為那時候我媽還想多待一天 對方 那時候是這樣 就是 我兩個媽媽出去參加活動 然後那個男生想要進我房間 我把我自己關在房間裡面 然後 我打我媽的電話 反正他們電話都沒有辦法 等到他們回來的時候 我就很兇的對他的媽媽說 我說 他要一直進我房間 然後 他的媽媽就說 他只是喜歡你 就笑笑就說 哎呀沒有啦 只是喜歡你而已這樣子 我就說 喜歡你也不可以這樣 這是很不禮貌的事情 然後 我就在那邊房間裡面很大聲的問 然後我媽一直叫我小聲一點說 等一下他在外面會聽到 你小聲一點小聲一點 真的是一直到現在 都 就是如此 因為我去年12月才經歷起就是性肇案 到昨天晚上 前兩天晚上我媽還在勸我說 不要再告他了 可是那是公術吹也沒有辦法撤回這樣子 他就害怕 他很害怕我會被 報復 就是非常非常害怕這樣 所以後來我們隔天要離他的時候 因為我不想要讓他們送我 所以 我就跟我媽說我們要去坐計程車 我媽的臉色就很難看 因為他就覺得坐上計程車就會死 就不可能再復活 坐上當地人計程車就一定會死 所以那時候 可是那時候我很生氣你知道嗎 我就是要逼他去面對他的恐懼 我那時候真的是 抓狂 就大抓狂 就是要逼他去面對他的恐懼 反正我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搭可以 我自己去搭 對他來說我一離開他的視線 我就會死掉 就是 因為前一次我們回去的時候 我離開他10分鐘 他就已經哭了 然後我的阿姨們也都在 覺得說我已經遇害了 然後一直在都是在哭哭成一團 就是這些是聽起來很好笑 可是真的 是真的他們 他們 他們他們他們認為 他們現在如果在那邊講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會被殺害 被參與被殺害 而且不會有任何人伸出援手 現在他們仍然這麼相信 我其實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他們現在是 所以他們不能說 所以攝影機會被關掉 然後後來 後來我還是成功了 我就逼我媽上了那個計程車 你想想看 就是我逼他去面對我小時候這件事情 跟我又逼他 如果他不上計程車 我自己走 就是他 其實是被逼的走投無路 顯然我的 給他壓力比較大的 他後來就上了那個計程車 後來上了那個計程車之後呢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很好的轉變 是他下車就跟我說 他上車的時候 他就覺得好安全喔 其實我有查過 那個計程車的牌子 那個計程車的那個公司 我覺得好像應該是還不錯的被推薦 後來上車的時候 我媽就說他還不錯耶 不然我們去機場的時候叫他 隔天叫他計程車 我說可以啊 我就跟司機要電話 那個司機很好 因為很多司機是當地人 他看到你是華僑或是外國人 他就會轉頭就跟你收十倍的價格 我們那次去玩的時候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然後重點是那個男生 他就真的就是把那個錢就給他 比如一千塊變成四千塊 就把那個錢給他 也不會跟他討論 那他們的說法都是說 沒關係啊 就錢給他就給他了 可是事實上他們自己是害怕的 可是我去問那個男生 他其實是 他其實會說 沒有啊 沒有這個恐怖啊 我問他有沒有伊斯蘭教的朋友 他說 有啊 我說那你會去他們家玩嗎 他說不會 他的感覺是整個是麻掉 麻木的 就是對這個東西是沒有感覺的 他感覺不到恐怖 他們都感覺不到恐怖 我媽媽也是 然後那個男生也是這樣 所以後來隔天的時候 因為就是那個 我們就上了 我們就回去嘛 坐了計程車回去之後 我媽媽就一直跟大姨說 我們坐那個計程車多好多好多好 後來大姨就跟我要計程車司機的電話 計程車司機的電話 然後 在 在那 後來我們就回到雅家 中間還隔幾天 就是我們還住了幾天這樣 然後回去的時候我就不斷的開始查就是 那時候我還沒有看紀錄片 就是那個 呃 沉默以身跟殺人一局 所以我就 我就 查了很多930事件的事情 然後我就 我就開始很認真的 因為可能是經過這個這個轉化 就是這個 我們母女之間這個關係衝突的這個轉化 回去之後突然 什麼都問到了 就是我 我相信 這個印尼的旅行 他突然看到了一個 他以前眼中沒有看過的印尼 我第二次去印尼的時候 我覺得我認識的印尼是華僑 眼中的印尼 因為那時候同一年有同學去 可是他們 我們去做分享 就發現他們 眼中看到印尼都完全是不同的世界 是平行世界 然後 但是那一次 這次第三次回去的時候 我媽媽看到了 不一樣的印尼 我眼中的印尼 所以她才能夠 做這麼輕鬆的跳躍 加上我們之間有個衝突 但事實上我做了非常多恐懼 我自己內在的創傷跟恐懼的轉化 我是相信我做這個轉化 它會有幫助的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查很多東西 然後她也開始可以講 講這些事情 當然我就沒有錄音或是錄影 但是我就知道了非常多以前的事情 包括 這是我的外公 然後他是 他的命運其實也蠻乖 乖結的 就是在 最久以前的時候 印尼是荷蘭統治的 然後 基本上 就跟台灣老人會覺得 日本統治時期比較好 感覺一樣 那時候其實大家都覺得 荷蘭統治還蠻穩定的這樣 但是荷蘭統治的時候 其實是用華人當成是管理的階級 所以其實 我只能說 就是他們族群之間有很長遠的這個衝突 可是在加里曼丹島 華僑跟當地人的關係 不是我們 不是 並不是很單純的 就是一個 就是殖民跟被殖民的關係 就是沒有那麼單純 因為那時候 華僑剛到加里曼丹的時候 其實是跟當地的人是有很友好的關係 跟他們之間會 有一個通婚 然後做很多的開發 跟一起去開墾這樣 所以 在 其他的地方不是 但是 家里曼丹的華僑跟當地的人 其實關係是好的 但是因為 因為 後來就是 發生 發生 發生很多事情 從 終止 荷蘭統治的是 日軍 然後日軍來的時候 就去 每一個村莊 把每一個家的一個壯丁 還是不止一個壯丁 就拉出來 然後 捆起來 套上布袋 就丟上卡車 要再去 買起來 然後我外公 他運氣很好 他在很多的人裡面的最上面 所以 而且他 他很聰明 他就是知道說這個車 往大概哪裡開 然後開到一個斜坡的時候 他很厲害就滾出來 他就滾到路邊 然後在 沒有人的情況底下 自己送脫跑回家 然後那個時候 應該還發生過一些事情 是他們 去山裡面逃難 那時候 外婆有兩個兒子 後來都 因為這些事情 夭折了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 印尼共產黨 在整個二戰的那個氛圍底下 有一個共產的聯盟 然後 應該是在這個福祉 或是支持底下 就是 他們的內在有點 就是 停下來 然後這個印尼共產黨 建立了 就是建國了這樣子 建國 然後 建國之後 呢 又發生了 就是沒有 沒有很多年 就發生了 630事件 930事件 就是1965年 那件事情 然後那時候 我的外公被抓去刑囚 就跟 殺人一局的那個 有點像 只是說 沒有這麼這麼嚴重 然後我媽媽也有被抓去問 但是其實我外公 什麼都沒有跟小孩講 因為其實他們可能 本來就會知道這種事情 就是不能講的 就是有 那時候有一些些地下活動 這樣子 然後在 最慘烈的 那一次 有好幾次 有好幾次都是 隔壁村 當地 當地村莊的當地人 要砍 拿著刀子 要來 類似出草 就是要來殺 然後都是我媽媽 一路奔跑回家 然後去田裡叫外公 然後他們就一起逃走這樣 好幾次 然後他們 結束 然後 因為那時候其實有被 政府做一些操弄 就包括說 好像就是當地的 原住民的頭頭 傳出來說被華人殺死 這就是非常典型的 就是引起 族群撕裂的一些手段 所以那時候就是 行球的那個部分 最後其實是我外公受了一刀 很重的傷在背後 後來他就還是運氣很好 沒有死這樣 但是後來就身體就一直很不好 然後我媽媽沒有被打 被放回來這樣 但是他們從逃難 他們後來要逃到一個小島 但是逃到小島之前 發生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 因為我外婆的右小腿 一下是沒有的 不是因為就是戰爭 或是什麼的關係這樣 也不是內戰的關係 是因為某一些原因 然後就右小腿底下是沒有的 那時候明明就是要 我們就是屠殺 就是要針對我們家的那個 殺害要開始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 外公 叫大阿姨 那時候他9歲 帶著我媽媽跟其他小孩去河邊 要坐船 要逃出一個沒有 就是 沒有屠殺華人的一個小島 然後 我外公騎的單車不知道去哪裡 然後外婆就在家裡 然後那時候是我大阿姨就是他 就把小朋友送到河邊之後 他就回去 看到一個人就跪下來 就說可以拜託你去幫我抬我媽媽嗎 看到你就跪下來 後來就有兩個人願意 就跟他去 然後把這個媽媽抬過來 然後沒有人知道外公那時候去做什麼 就到底有什麼事情是 不知道 就他那時候不再在忙 我們沒有人知道 然後後來就是 後來他們從 就是整個排華結束之後 他們回來的時候 都會看到就是 路上就是會有一些 棍子然後有人頭在上面 就是類似這種畫面 就是這是他小時候的一個 一個過 一個歷史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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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時期發生的這些事情 然後 在第二次回去的時候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 我媽媽 就是他跟一些華僑的朋友 聚在一起 然後去一個人的家裡這樣子 那時候我還對這一切事情 就毫無了解 然後我發現他 那時候我對原住民的文化有興趣 我發現他 就是他的華僑朋友的老公 他是當地原住民 他戴著一些 就是有原住民的 風味的帽子 然後我就很開心 就問他這些事情這樣 然後他就很興奮的 拿出一個相簿 然後打開給我們看 那時候我媽媽 我然後我媽媽 跟他的華僑朋友 全部站一排 然後大家的 就是一直微笑這樣 一直微笑 看了那些照片 然後但是那些照片 全部都是一隻屍體的照片 就是我印象最深刻 是一個女性的屍體 他是全身裸露 他就扛在一個草席上面 他的 胸口的 肋骨的正中間 是開一道很大的口子 這樣子 然後重點是我媽媽 他們全部在旁邊 就是 微笑 然後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那時候覺得 我不知道 我其實不知道 那個情況是怎麼回事 他那個照片是要給你看 很興奮給我看 很開心給我看 很開心的給你看一些屍體的照片 對 他跟我講的是 就是因為我英文不是那麼好 所以他跟我講的事情 我就斷斷續續其實聽不太懂 但是我就看到他很興奮 給我看那些屍體的照片 然後我的媽媽的朋友們就是 大家都很感 都很僵硬 然後在那邊微笑點頭這樣 後來 後來我就 我其實不太懂 因為我 我只覺得很恐怖 就是為什麼他的神情是笑笑的 然後 這不是應該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嗎 然後我記得是一直到 離開家裡曼丹島回到 雅加達過了好幾天 我才突然議會過來 我去問我媽說 那天你帶我去你朋友家 給我們看很多屍體照片 那個朋友 他為什麼要給我們看屍體的照片 然後那時候他我媽就說 我媽就說 他說他是當地人 但是他 一開始他去阻止很多當地人去殺華僑 華人 所以那些照片是 他可能意思是 他拯救下來的還是什麼 可是我還是覺得很恐怖 你知道嗎 我還是覺得很恐怖 就是他興高采烈 其實有點得意的跟我講這些事情 我還是覺得很恐怖 然後就是沒過多久 就發生我剛剛跟你們講的 就是那個台鐵有爆裂的事情 那時候我媽就打來去問我說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厚 到底為什麼會這樣厚 因為他完全沒有語言可以說這件事情 我就跟他說 你是不是覺得想起印尼的事情 他說 對對對對對 我說 你是不是想起 就是小時候 就是發生的那些排華的事情 他說對對對對對 我說 我就開始跟他講說 我看那兩部紀錄片這樣 然後我就說 有一個紀錄片說 其實當地人 現在都還沒有辦法談那些事情 我媽說對 對那時候他們殺好多人 他說你記得那時候 給我們看事情照片那個人嗎 他們真的之前已經殺很多人了 他是後來覺得華人殺了之後 整個經濟的垮體了 就解體了 因為華人 他們當地人去 他們以為佔據華人的工廠 殺了華人之後可以佔據他們工廠 有一段時間的命令 就是發出的命令是這樣的 他們以為殺了華人之後 他們可以有這個工廠就可以 呃 有金 就是有錢這樣變成有錢的 或者是就是怎麼樣 可是事實上他們殺很多華人之後 發現他們根本沒有辦法像華人那樣 賣那麼低價的產品 因為他們賣的東西反而更貴 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停止殺華人 就左上角這個東西是 那時候是1959年 那時候就開始就是那個 中國共產黨就是派船去印尼去接一些華僑回去這樣 然後一直到第五艘船的時候就被攔下來 就不准 因為走掉太多人根本就整個國 印尼國內的經濟就垮了這樣子 這張照片也是PP10跟那個這個照片也是那個時候 那個給我看事情照片那個人給我看這樣 然後我就 PP10是一個總統命令是讓所有的華人 他們原本散佈在山上或什麼地方 他們被命令聚集在某一些大的城市 就是行監控之時 離開他們原本的家 所以為什麼會全部都很多只用在山口一樣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這個精神指標一直到前兩年 我在網路上還會看到我在印尼的 就是親戚的就是臉友 就是親戚的臉書 然後轉貼這個照片 轉貼有人去砸這個東西 是因為印尼的山口人的華人 其實有到64% 但是他們一直都沒有那個 他們自己的華人的政治人物這樣 然後是那一年就是一個華人 好像要當選了他們的 一個華人當選了他們的市長 所以就 這是華人的精神象徵 所以就被砸 被潑 潑汽油或什麼的這樣子 會發生這些事情 好 總之後來我就理解了這一切之後 我就開始問我媽說 你說到底當年追殺你們的是誰 他說我不知道 他說是 他說了一個英文名這樣 我想說那是什麼 我就去問那個 之前我在這邊認識的那個 住在 你知道我在說誰嗎 他是印尼那個 中印的那個詩人 會說中文記得嗎 聖利嗎 對對對 聖利 我問他說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意思這樣 然後他就告訴我一些事情 然後後來我媽就說是高山主 我說那高山主是什麼東西 然後他說 他 所以他根本搞不懂 誰要追殺他 你知道嗎 就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華人其實有一個很深刻的 罪咎 罪惡跟愧疚的感覺 其實是因為他們太有錢 他們被殺 可是其實這個概念是被裸知的 他們被殺 不只是因為他們在國內 就是印尼國內的這個 經濟地位 剝削更底層的人 其實不是 但是他們 就像你要去發起一個顛覆政權的事情 你必須要有一個很正當的理由 就像以前古代革命 或是那個 叫什麼 古代中國叫什麼 慈窮 就是一個人他要推翻皇帝 自己做皇帝 這種 這種 齊役 齊役或是什麼的 他們會有一個什麼 比如說最近那個就是 天有意象 他們要去佔據一個有利的這個說法 所以那時候 確實在族群之間 這個經濟的這個落差 階級的落差 確實是有造成一些問題的 所以 所以他們就用這個說法 然後對我媽來說 他們其實就會一直有一個覺得說 我們是因為有錢所以怎麼樣 但他們其實也是有一種 覺得自己是有問題的那個狀態這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一直逼問他說到底是誰 他就跟我講了一個家族的故事 我外公外婆的故事之後 我就一直逼問他 那到底是誰 誰殺你們 你不知道哪一族 你不知道嗎 那後來也是那個 給我看那個心理照片 那個人告訴我 其實他們當地有兩個族這樣子 對 然後 然後很有趣的是 在這段階我就搜尋到一篇文章 就是他們有兩個族 一個是 達雅克族 對 達雅克 然後另外一個是 我只知道這一次 達 還有一個是 達雅克 你記得嗎 沒有 反正就兩族在家裡慢慢 對 可是主要是達雅克族 還有別族 還有一個族 還有一個族是從島內 他們 他們 做島內移民的時候 從島內移民過去的 從爪哇移到那邊的 移到家裡漫旦 那時候他們就想要把一些比較 四等的種族 趕到家裡漫旦 因為人口太密集了 在那個 邪哇 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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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什麼 馬魯魯 我不知道 我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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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達雅 可是其實最重要的是達雅族 其實應該是達雅族 可是我在查達雅族的資料的時候 就發 我那時候還 這是第三次去嘛 我還翻兩年前 就是我的手機 紀錄的 就是那個 給我看實體照片的那個男人 給我的 他寫的東西這樣子 他把搜尋 一個 一個關鍵字 就是這個達雅族 跟那個 另外一個族群的名字 給我看這樣 然後我就 馬都拉族 對馬都拉族 好厲害喔 我知道 我知道 感謝馬都拉族 對 達雅族跟馬都拉族 然後呢 那這個 達雅族的人 我去搜尋達雅族的時候 我就發現一篇很有趣的文章 是中國的論壇那邊說 達雅族人其實會說 中國是他們的 就是 中國人 華人是他們的兄弟 然後 所以他們的 他們的祖先都會傳 告訴達雅人說 達雅族人說 就是 就是 華人是你們兄弟 我們要好好相處這樣子 然後他 那邊文章的大一代是說 因為 因為其實 達雅族是從 更久以前是從中國 遷移到 加里曼淡島這樣 所以他們的祖先 一直流傳下來 他們其實是從那塊大陸來的 所以華人是他們的兄弟 要說他們好 然後我就去把這件事 跟我媽講說有這件事情 我媽說 對啊 他也聽說過這件事情 我就說 那到底誰殺你呢 就是到底誰追殺你呢 就是這樣我就問他 然後我就跟他說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一些達雅族人 他為了要保護他的華人朋友 就被殺了 就那時候是 氛圍是這樣的 如果你不殺華人 你會被殺 會有個壓力 你會覺得你會被殺 1998年的那個黑色五月暴動也是 那時候是 這兩件事情好像 1998年的黑色五月暴動 他有點資訊讚的意思 就是 好像是德法還是哪個國家 就是傳一些 虛的消息說 華人要暴動了 要燒當地人了 所以當地人必須要 先殺華人 我聽 我看到的 對我聽到的故事是這樣 所以其實是 有很多二戰的這些 就是 脈絡底下 就發生這些很多事情 然後我就跟我媽說 就是 呃 有 就是有 有達雅族人為了要保護他的華人朋友 所以被砍了13刀 然後死掉這樣子 然後我媽就說 其實他有聽過類似的故事 然後 然後我就說 嗯 所以 那到底 呃 所以是發生什麼 到底 那這樣子 你 你對打雅族人的害怕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這樣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講 剛剛我說的就是那些 政治方面的 就是196 59年發生什麼事情 1960年發生什麼事情 二戰發生什麼事情 講了很多很多很多 就是我也不知道他聽不懂 但是我就 跟他就是補充了很多這些脈絡 然後我就跟他講 不是因為華人 有錢 所以被這樣 然後我就跟他講 其實這不是 只是打雅族人 對華人的這個單方面的這個 屠殺跟仇恨 不是只是這樣 後面有個很大的 就是整個世界這個政治的背景在後面 然後 我覺得我媽聽了之後 他真的有 就 他真的有 變了 他真的變很多 他後來回來這幾年之後 他真的變化蠻大的 就已經回來 去年回來之後他變化很大 後來我們就是再回去的計程車 就是做 而且那時候還發生一個差距就是 那時候就是我們約 譬如說計程車司機 10點來接我們這樣子 可是計程車司機 10點半都沒有到 因為我媽前一天就一直說 要打電話給計程車司機 我說不用啦 就約好了 來不及我們就到時候 就是再叫計程車 臨時包車去就好了 沒有關係這樣 就是如果他沒有來的話 我媽一直覺得他不會來 他覺得他不會來 所以那時候我媽在9點半的時候 就打電話給他 然後一直等到10點半 我媽就很生氣 然後阿姨也很生氣 就說我們昨天好不容易相信他 前一天 前幾天就搭計程車的時候 他們還說 不是全部應援都是壞人 就是說這種話這樣 然後他們兩個就義憤甜意 就是昨天才相信他們 覺得他們是好人 現在就是應援就是這樣這樣這樣 就講很多這種話這樣 然後後來我就說 你再打一次電話 他說打什麼打有什麼好打的 不用打了 現在怎麼辦 我們就開始那邊 就是說 你就打嘛有什麼關係 你就打一下 確認他他現在什麼狀態 結果人家根本就9點半就在那邊等 只是因為他聽不懂人 他太害怕了 他就是有一點就是不太敢跟對方太 你知道他就是聽對方講話 他也很害怕 他就是在一個很受驚嚇的兔子的狀態 所以他根本就沒聽懂 對方早就半個小時前就在那邊等了 雖然他等了一個小時 後來我就上車 我就拿了攝影機 就拍我媽 我就說 你還記得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就是你還記得一開始的時候 你不敢坐計程車嗎 然後我媽就說 我不要怕了 我不要怕了 他就說這樣 然後我就把內幕拍下來 其實我感覺是蠻 就是蠻不容易的 就是對我來說 因為 就是我用我的肉身去 跟我爸拼搏 就是我去 但是我真的很開心 就是這件事情 它可以發展到這個狀態 因為對我來說它是很不容易的 從我一開始自己的 很多的恐慌 很多的焦慮 然後很多就是關係裡面的障礙等等 很多這些東西 一路走到那一步 就真的是 我覺得其實真的是奇跡 因為很多人其實就是 如果說有很多身心的症狀 他其實真的不一定知道 這件事跟他的家人有關係 家族有關係 他不一定知道 這跟他的媽媽的家族以前 曾經在媽媽的媽媽媽媽的爸爸 這麼久以前發生的事情 他會跟我們有關係 有關聯 因為我確實是 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是因為 每當我更了解到一件事情的時候 然後去面對那個恐懼 慢慢的了解到說 我那時候 蟲的系列的夢 最後一個夢 是 有一個很多秘密麻麻一整圈 就是像 就是那種 拖把那種 那種這樣子一整圈 秘密麻麻很細的蟲 在我的手掌心這裡面 然後上面有一個蟲母 就是 這是 這個蟲蟲系列夢的倒數 第二次 那時候我已經快要 就是 我看完那個紀錄片 然後整個身心的狀態 都已經變得很不一樣 這樣 就是有點知道發生的事情 然後那個蟲母 就是很像 東蟲下草那種 然後我就發現 我拔了一下 這個蟲它完全 勾住我的肌肉 跟我的血管 跟我的骨頭 就是完全是拔不出來 可是那個夢中 我就想說 沒有 這是最後一個夢 就前一個夢 是我夢到很多蟲蟲在我的手裡面 而且那些蟲就越來越細 越來越沒辦法對抗 可是那時候我剛看完那部片 就是最後一部 那個殺人逆絕 之後 我那時候在夢中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後來就這樣 然後那個蟲就 跑出來了 然後最後一天我就做那個夢 就是我去拉那個蟲母 我就發現它是很老很老 而且我一直拉 其實那些都會斷掉 我超害 我覺得很恐怖 就是歇斯底里的恐怖 是那些蟲蟲還留在我的身體裡面 很恐怖這樣 可是那時候在夢中 我就想說 扒不掉沒有關係 我去找 我去看醫生 我去找外科醫師把我處理 就我就覺得 這些事情已經變成 是我可以處理的恐懼 在以前它是很恐怖 在你知道嗎 就是如果說 我自己曾經發生過這些事情 我讀心理 我有辦法去追 可是當這些東西 是上上代的事情的時候 它真的是 只能用夢的形式 用蟲 害怕蟲 而且後來寫字還真的出現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我真的覺得 幹 你是業力現前嗎 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它發生 它就這樣子 在我那個浴室爬的時候 而且兩次喔 那時候我就覺得 你為什麼要這樣逼我 我快要崩潰了 因為那時候就是導師做那個寫字 從我的那個腳趾頭 縫縫啊這樣子 拔掉一個 然後又一個 在那個裡面這樣轉 一開始還沒有爬進身體流 就是那時候 那個還沒有爬進身體流 就是拔完一根又一根這樣 然後到後來我已經可以就是 那時候我為什麼會有一個很深刻這個感覺 是因為殺人一舉 我真的很感興那個導演 因為他最後 你們看過嗎 你們會想看嗎 那我不說 你們去看就知道為什麼 那部片幫助我很多 網路上有 中文 直接YouTuber就找到 陳柏妮孫都有 因為那個 那個紀錄片導演 希望這件事情 被更多人知道 所以他是免費放在那邊上面 對 這是我媽媽的 跟別人借的天 跟他的農作物們 他很有天賦喔 就是他就說 我一個禮拜去照顧一天 這些菜就找得很好 所以他其實很有天賦 他一開始的時候說 我一開始也不會種啊 但是後來就越來越上手啊 就知道什麼時候種啊 什麼時間種啊 什麼什麼什麼的 然後他就很會種 然後這個 在你眼前這個好像是 好像是蒜頭 這是蒜頭 然後遠方有一些芥菜啊 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就常常回去的時候 他就給我很大包的菜 然後給我帶回來這樣 就我真的很希望他可以 就是既然已經離開印尼了 然後是可以好好的 在這片土地上 好好的 安心的 就是 生活 就我那時候在追尋這一切的時候 我突然就覺得說 其實我會 就像那個 那個 不斷想靠近我那個男生 他其實是很想逃離一年的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的 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因為 外公對他太冷漠了 不知道為什麼外公對他很冷漠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就是共產黨 地下黨員所以很多秘密 我也不知道 這些事情也沒有任何人可以告訴我 外公對他太冷漠了 對整個家家庭都很冷漠這樣子 他前兩年回去的時候 還會一直跟我大義 說很氣外公啊什麼什麼 大義會勸他這樣子 然後我會感覺就是 我說的這些歷程啊 其實是 就 你知道從這些事情到現在 我後來在處理什麼議題嗎 就是會 處理更多跟死亡關係的議題 就是 暴力 政治暴力 就有個暴力這個字嗎 所以在這之前我其實處理很多性的創傷 但是最近又開始處理很多跟暴力的關係 這個就是 後話了 就是已經跟 就是這些事情 沒有那麼 有一些關聯吧 但是 我覺得 我總覺得我已經快要慢慢的 可以脫離 這整個 就是跟那個幽靈好像可以 就是 就當朋友 我感覺 就是這些幽靈就是慢慢慢慢的 就是透過我的 就可以追尋 他們的面目越來越清楚 其實那些幽靈也就是一些 當時的 一些死去的人 不論他是打擾族的 還是後來 後來華人跟打擾族起來 攻擊那個 馬 馬都拉族 就是打馬 因為 你知道嗎 就是歷史就是這樣啊 就是不斷的就是 這樣子 就是資源的 鬥爭或是什麼的這樣 然後 這一次 就是上一次我回去一年的時候 我有遇到 因為我在台灣這邊 群眾協會 就是在桃園的群眾協會 有遇到 認識一個 他是 他是爪哇島的人 他可能也不是我剛剛說的那兩個族 我有問他說 可是那邊應該是有發生 就是 930事件 我有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 就是這些事情 其實我那時候問他的時候 我很緊張 因為他等於是一個 他很像是納粹的後代 你懂我意思嗎 我那時候問他的時候 我自己很緊張很尷尬 我就說 你知道喔 嗯 哈哈 930事件嗎 哈哈哈哈 就很尷尬這樣 我可能沒有說930事件 我就說 嗯 我忘記我那時候用詞 我自己先問到的 他應該很年輕 很年輕 不太可能經過930年嗎 他沒有知道 但是我想要了解 年輕人現在 對這些過去的事情 現在了解的程度到哪裡 他說 那些事情 我不知道 我太小了 我媽媽說我不能知道 他已經 他已經有一個小孩了 有一個小孩 有一個小孩的年紀 他說 我 我 我太小了 我不能知道那些事情 聽說現在印尼 就是當地人仇恨的對象已經變了 變成是韓 韓國人 香港人 然後 什麼什麼 台灣人還什麼的 因為 現在是 有點像我們仇富有沒有 因為像我們現在恨郭台銘 然後那時候當地人他們也會有他們的一個 憤怒的投射對象 當然就是這些階級跟這些 那些剝奪是真實的存在的這樣 但是 華僑這件事情好像已經變得比較 到九文以前 雖然 那道鐵門還在 然後現在 對他們來說 這些事情 當然是不能講的 就是 他們在跟我講這些故事的時候 他們千交代外交代 不可以就是 講這樣子 就是絕對不可以講 然後我還去問那個 勝利 說這些事情真的不能講嗎 在印尼 因為那時候我也很害怕 我被他們搞得很害怕 然後勝利就很生氣說 他在印尼當地都可以講 為什麼我在台灣不能講 因為那時候我外 我大姨要求我 要答應他不准講 只有你還直播 對我還直播 判定 可是這些事不說 就沒有人知道啊 對啊 對啊 所以 我會 對我來說其實這些 幽魂 我已經可以跟他和平共處 我甚至有辦法看見他的面目 他發生過什麼事情 可以聽見他說話 說那些故事 就對我來說我可以做到這 可是我媽媽還沒有辦法 嗯 所以我會 蠻 當然我覺得這個議題也很複雜 是就是 到底 那他對於當地人 那時候我其實會想去申請 那些計畫就是因為 我不知道該怎麼擺制我對 台灣的移工 當我知道這一切之後 這些恐怖的事情之後 我不知道該怎麼去面對台灣的移工 我覺得這真的是我們這一代人 就是 就是要一直去不斷的思考的事情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我就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 態度不一樣 嗯 就是每個階段的狀態都不太一樣 就是只能帶在身上慢慢的想 對 好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現在就是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問我 對於這個階段的脈絡來講 其實他是排功 只是在以前的時候 這些事情還沒有浮上檯面之前 然後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這是因為大家仇恨婦人 可是仇恨華人 可是事實上 這樣在930事件被殺的當地人 比華僑多很多很多 嗯 這樣殺人是舉程鋒語 所以他們的主角也是 也是印尼的那個當地人這樣子 嗯 好 我想要 非常想要聽就是 寫筆記的先生 可以告訴我的感覺 哈哈哈哈 對就是你 我先講 我是 麥克風還是 就是非常想要知道 你也可以不用現在馬上 哪一個人 我們就照剛剛那個順序繞回去 都可以都可以 我就非常想聽你的 你拿麥克風 你有話就講 你話就把麥克風傳一下 不要被拍的跟我講 其實我是有一點好奇 就是不知道 你父親 在這裡的角度是什麼 就是 媽媽有沒有跟他 有談過這個話題 或是 就是你跟父親的互動是怎麼樣 其實是不能 我媽是不能說的 是那一 是去年我跟他 這麼大的鬥爭 然後他又才有辦法 就跟我說這些故事 我當然那時候是假見 其實我那時候知道 我其實那時候我知道 有些事情鬆動了 就是從 我大哭的時候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 我大哭那件事情 我開始可以跟我媽媽 逼問他 你為什麼 那時候不知道這件事 這是你的責任 你為什麼不知道 我覺得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事實上 我是在展現一件事情是 我相信我的感覺 我可以相信我的感覺 我相信這件事情 我意識到這件事情 是 是一個很大的轉化 所以我回去的時候 其實我知道他們一定有改變 所以那時候我就說 那不然 你要跟我講一些 阿公阿爸 外公外婆的事情 這樣子我可以當成是一個 就是那個 看以前的照片 這樣我才知道說 以前他們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這個說法 其實很安全對不對 可是其實 就是 是因為真的有什麼恐懼 這些事情發生轉變了 所以他們其實才會講 我覺得那真的是因為 我 我開始相信自己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 我從完全沒有辦法 相信自己的感覺 扭曲 然後相信別的說法 相信一個另外的說法 這樣子 然後至於我爸爸呢 他的角色就是 他沒辦法說啦 我媽媽沒辦法跟你 但是每年 就是常常有時候 如果印尼會裁判 來暴動的消息的時候 我媽媽就會很擔心這樣 然後我爸這整件事的角色 他就是一個 他就是一個默默工作的人 就是 他覺得他的 他的人生的任務是工作 然後工作之外 他覺得 可能 他沒有這麼關注 其實我有問他耶 可是他的反應是生氣 其實不懂 因為那時候我問他說 你知道乾爹嗎 然後 你知道那時候發生出事情嗎 我真的是覺得 他那時候就是那個 李一華 李一涵去世的時候 所以其實那時候 整個社會其實是掀起來一股 就是性的創傷跟這種 憂鬱這種 一個浪潮 我的臉書被好多 就是說 這種 文章 就每個人都被溝動那個狀態 然後 很多人都關閉連說 因為實在覺得 就是他們被 衝擊很嚴重這樣 所以其實 就是發生在那個時候 所以那時候 剛播完這個新聞 我就問我爸說 太順了 我就問我爸說 你知道有一些人 會對女兒做這種事情嗎 他們是很痛苦的 然後就問他說 你知道乾爹嗎 然後就跟他講這個事情 可是他的態度一開始是 不聽 沒聽到 後來是很生氣很生氣 非常憤怒 就一直告訴我說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 其實我還是 我現在還沒有辦法確定他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相信都是有原因的 就像我的媽媽 只是我現在還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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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可以 對 還有別的問題嗎 還有別的問題嗎 那你有想分享的嗎 那你有想分享的嗎 先這樣子 我其實現在 因為我覺得蠻衝擊的 什麼部分衝擊的 對於你 對於你 就是剛面臨到小學後的事情 跟那些事情 影響你長大嗎 對 然後 這麼久 然後 就是 不知道耶 就是會覺得 我剛聽你講的時候 然後我一直想說 哇塞 好堅 是堅強嗎 還是 就是 你可以奮鬥這麼久 然後 沒有辦法 因為我想活下去 對 因為我如果不做四個奮鬥的話 我都 對 原因 對 對 而且可能現在 還 沒有一個 因為你 就像你說 可能那些 記憶已經扭曲了 所以你也 很難 找出那個 真實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剛 就是一直覺得 可能 覺得自己也算幸運 對 就是像聽起來的話 你可能以為你很幸運 是不是啊 你以為白色恐怖沒有影響你是嗎 嗯 其實我相信是有影響的 就是它是一個 它是一個土地 一塊土地的創傷 在上面每一個人 其實都會有牽扯 只是說是用什麼形式 哦 你是說就是真 如果是以政治的那個 我是以創傷的觀點 的 我是以創傷的觀點 可能我們家比較沒有 提到這些事 嗯 但是我的 你們家 我們其實很多人都不會提 對 然後但是 因為 但是我 我先生 他們家就 比較明顯 對 就會 嗯 對於 比如說 你剛剛有提到說 你的 好像是你 爺爺 在罵 不知道罵什麼 然後你奶奶就說 不要這樣 哦 是你 sorry sorry 我已經 就類似這種事情 他們家也會 也會 也會發生 可能就是只要跟政治有關 他們說 不要這樣 管 就是別人會聽到 之類的 對 所以 可能 對啦 因為他雖然是已經第三代 對啊 不過就是 他自己也會覺得說 欸他媽媽那個年代好像 他媽媽到現在有時候還是會 也會有這種 不自覺的 會這樣子 對 我有個 就是我剛說的那個 大陸的朋友 他是哈爾濱來的 我就叫哈爾濱妹子 他這次來跟我 就是他前陣剛好來台灣這樣 然後 我就跟他聊 聊了一些 就是我自己的事情 就是這些事情 然後他就跟我聊他的情感生活 這樣 後來聊一聊就 就聊到這個東西 就我追尋他的情感的這個 這個 他的糾結 他的議題 就追到 這個東西 其實真的 只是我們沒有 我們對這件事情認識太少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情 就算我沒有在印尼長大 這件事還是會影響 我們是因為對這件事情認識不大 認識不多 但是前陣子才有 一個研究顯示出來 就是如果說 遭到暴力的虐待 小孩遭到暴力的虐待 他會改變他的DNA 其實創傷是會改變大腦的 會改變大腦的那個 機能 他是真的會實際上改變大腦 然後 然後這個DNA 他會影響三代 對 這是 這是那個科學的研究 顯示 出來的 這樣 因為他的病例是追到哪裡 追到文化大革命 還是 對 我需要 你知道 謹慎 對 你怎麼這麼白目啊 人家就不要說 你要說出來 文化大革命 大家都知道 這 沒有啊 就是 對 他這邊的上一代 上上代 對 OK 謝謝謝謝 就是 謝謝你的分享 因為 我覺得 能夠 就是 到現在 不只 不只有你 就是能夠聽到這些 政治暴力創傷的 呃 遺序啊 遺族啊 這些的故事 就是他們都是用很 還有你 都是用很 強很強的力量 才有辦法 分享自己的 故事 然後才有辦法 分享這些 經驗 包括在 呃 讀 跟這些白色恐怖 228事件 讀一些 受難者他們的文本 然後 但是他們都有一個 共同點 是他們可能在這些 事件裡面 中間可能有一個 呃 曾經 可以讓他 喔 我可以繼續堅持下去 那個力量 你有這樣子的 感覺的時候嗎 就是 可能 誰可能 曾經幫助過你 或是講過什麼 我就是求生 欲望太強了 其實這真的 不是開玩笑 我有很 我真的有太多次 真的就是跳下去 我真的是很怕死 我求生的本能太強 我真的有很長 一段時間就是在 不斷的在生死交接 甚至我在處理一些 真的很可怕的 暴力的議題的時候 那個 那個暴力會暴力到 恐怖會恐怖到 我會害怕到 我覺得我現在跳下去 我就 那會害怕到 我現在覺得跳下去 我會比較安全 我真的太怕死了 你知道嗎 所以我為了想要活下來 我真的非常努力的 要活下來 就在我們 就是 在我們的 眼睛裡面 這世界就是這麼危險 就非常恐怖 然後 對我來說 我就是很想活下來 跟 有一段時間 我會一直告訴我自己 我論文還沒寫完 我不能死 所以後來 因為論文是寫我的 就是我家的事情 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剛剛談到那麼深 就是寫我媽媽 是不是一年 可以喔 有寫到一部分 這些追尋嗎 但是我那時候 就告訴我自己說 如果我沒有 如果我沒有想要去死的話 而且我都不是想自殺 我都是覺得 有什麼東西 在逼我去死 這樣好恐怖喔 就是太恐怖了 我真的是 很可怕這樣子 我都不是自殺的問題這樣 但是我就會覺得說 但是如果我死的話 我這些痛苦好像就 沒有意義了 那種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不行我要把他論文寫完 結果論文寫完之後呢 我也是確實是經歷了一段期間 不知道要幹嘛 其實這個擺盪就是 有點空洞 飄來飄去這個狀態 其實維持很多年 一直到 可能去年 或是到今年 到去年可能好一些些 就是 比較知道一個方向 因為 因為不斷的會有人告訴我說 他的什麼狀態 我就發現這個東西 我曾經經歷過 我可以給他一些 一些參考 這樣子 然後就會不斷有人告訴我說 這個東西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我是很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然後到最近我才能夠比較清楚 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是什麼 我要走一個怎麼樣的路 對 最近我才比較清楚這樣 就是說 在這之前 我可能都是因為 害怕要逃走 要逃生 可是當我不用逃生之後 其實那個才是考驗 就是到底為什麼 我要活下來 的原因 那我也是花了 可能兩三年的時間 慢慢去找這個東西 他慢慢就會沉醒 這個東西其實在你過往的生命經驗裡面 一定會有線索 就像我 在我過往的生命 那個就是信 你看這個議題從 我從小 到後來我去YSN 其實那都是我要 比如說我告訴我自己 乾淨是因為愛我 其實那是我在 需要 我需要講出對這件事情的控制 我要感覺我有力量 其實也是我主動選擇這個說法 當我相信這個說法的時候 我是有力量的 那只是後來我會 當我越來越有力量的時候 我就越可以去 做一些 看到更真實的 發生的事情 差別是這個 顧客再問一個問題 就是 你在機場 大哭的那個時候 你覺得 就是你在質問 媽媽說 你為什麼不知道 的時候 然後再加上後面後續發生的 的事件 你覺得那是一個 跟媽媽 跟母親的和解嗎 就是 她的 不知道 跟 她 沒有啊 那時候沒有和解 那時候才吵架 才開始 我跟她吵到今年 三四月才比較 願意跟他們說話 跟回家 然後 嗯 那時候去年七月嘛 然後我是一直到 今年三四月才 才算是比較跟她有吵完 吵到一個 就是其實也不是跟她和解 是跟我自己和解 所以我放過我自己 就是在糾結這些事情 就是 我已經三十五歲了 就是真的已經夠了 所以這些事情真的已經夠了 就是我 我想要去 下一個地方 人生要翻頁 媽媽後來她還有 就是你們還有機會討論到說 欸為什麼她 在 那一次 從印尼回來台灣之後 其實我完成我這邊 我完成我自己這邊的狀態 我就覺得可以了 嗯 我相信她那邊會有一些變化 只是 我沒有這麼密集的去 去follow而已 但是我常常過一段時間 我就可以感應到她的變化 其實很大的 我妹妹也會說 她現在已經變化很多了這樣 她自己也有意識到 她沒有意識到 這些變化 變化不需要有意識啊 嗯 但她就是可以變化 我是說 她自己有沒有發現說 她在 是在跟你有了衝突之後 然後你們開啟的那一連串的對話 她才有這樣的轉 她應該不知道 她應該沒有意思 她可能也說不出來 為什麼她有轉變 嗯 謝謝 好 我想 我要說什麼呢 嗯 嗯 嗯 因為我現在也想不到可以說什麼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你的分享很重要 嗯 然後也非常謝謝你的分享 然後 嗯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應該是很 我覺得很多人 就是關於政治暴力 或者是 跟人的關係 我覺得 那個是 嗯 很少有人分享 但是我覺得那是蠻重要的分享 那也謝謝你 有這個勇氣 分享出來 好謝謝 嗨佳佬 我看到你 哈哈 然後我覺得今天佳佬分享的蠻 蠻清楚 我覺得她自己有走蠻長的一條路 認識她 自己跟她家住這樣 然後 然後 我也 因為我也是 新二代這樣 對 然後我爸爸 但我爸爸是從大陸那邊來的 對她是三十八年過來這樣 然後 嗯 就是我自己會感覺說 就是這過程中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部分 是我們對那個 就是離散這件事情跟 戰爭歷史 那個跟自己的 關聯的部分 就是說會影響到 自己的發展 還有自己的生命歷程 對 可是像我現在的狀態 就比較不會像佳佬那麼清楚 因為我覺得我還是在一個 比較動蕩或是比較 對 我自己也是 還在逃生中 對 還在逃生中 斷尾逃生中 對 就是 就是我 我的生命狀態也不是那麼的穩定 我覺得像佳佬走那麼多歷程 我覺得才 看清楚 我覺得那個轉變 對我來講 她的經驗會 她給我很大的參考價值這樣 對 然後我覺得這東西就是 我覺得好像一直都很缺少這個部分 就是可以參考的一些經驗 就是我不曉得 我自己會感覺 就是台灣其實蠻多 就是比如說 印尼華僑 或者是 像我們這樣子被子的小孩子 可是 我們成長過程裡面其實沒有這種 參考的經驗 然後我們現在就 其實真的是一層一層的 第一層是 外籍配偶的身份 這一層在台灣 現在社會 正在 有辦法出現的 就是現在越來越多 外籍配偶 甚至是新二代的研究 這一層都 我覺得我去參加社會運動 有一段時間參加社會運動 很積極的那段時間 其實我是在處理這一層議題 這一層處理完 才有機會再去處理 你要認同他們 你才能靠近 你才能發現說 原來媽媽 你要去了解她成長歷程 才能發現她在什麼樣的環境長大 你才有辦法去處理那個恐懼恐慌 然後這一層處理完之後 才是你自己跟父母的關係 處理那個愛 被愛 那個依賴 那個安心感 一個人怎麼活著 的那個部分 它是一層一層往下的 所以但是在台灣社會 能夠討論的其實都還在 還在 還在剛剛我說的就是 外籍配偶在台灣的生活 這個部分 對 可是像我們這種小孩 最近長得快 就四四五 就四十三四十歲了這樣子 對啊 然後這個空間現在被開創出來 所以讓我會覺得 嗯 對啊 其實新二代的議題根本就 還在 冒出第二片芽芽這樣子 點點 就還很那個 那你自己聽今天的這個 有沒有給你 哪一邊對你來說 印象比較深刻 或對你比較 有幫助還是 我會有點想提問就是 就是為什麼你可以把事情 這個整個過程描述的那麼清楚 你覺得那個背後是什麼東西支持你 因為我覺得像我就是 恍恍惚惚惚這樣 我也不知道 大家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想要恍惚惚惚過日子 對 因為我太想要 就像我剛剛說的啊 我就已經三十五歲了 無論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情 他都是已經是 老黃禮了 就是真的太糾成 我可以知道 我知道在很多 就是可能PTSD的這種狀態底下 其實這是一件 覺得這件事可以結束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我太想結束了 而且對我來說 我的歷程是非常 對我來說 我的歷程是在找我的感覺 他其實是在 我覺得人 生命會有一個動欲望 原欲或是很原始的欲望 會想去完整自己 想要知道自己是誰 自己有什麼感覺 自己值不值得被愛 但是當你連你自己的感覺 是什麼都不知道的時候 就是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所以這些過程就是會發生 當我開始知道我的感覺的時候 我很自然就會發生 剛剛說的這些事情 對我來說 我的歷程是這樣 也有可能說是環境時 謝謝 不過我覺得你是 絕對是 某一種特例 你要有很 很好的表達能力 然後 我跟你說我在很 我小三的時候 我的 我沒有一顆是幾個的 然後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阿迪生不是也是嗎 蛤 蛤 謝謝你 你知道回來回來 然後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 我是 我應該是 那個注意力是有障礙的 就是我沒有辦法讀 障礙或什麼 那個什麼什麼什麼名人 不是都嗎 謝謝你 你真的是 你不要打岔喔 我這樣換我講 就是我的意思是 像你這樣的狀況 包括你的學識 或者是 剛好你念心理 或者剛好 當你有一些特質 就 也許 也許你說你不會講話 那 也OK啦 可是 可是你現在可以很細緻的 去談這個感覺 我覺得 這個不是 你走到街上 應該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 你也許有機會 你可以 把這一段 其實我覺得還蠻難的 就是你要把 你媽媽的那一段 跟你的這一段 串在一起 對 好像筆圖 筆兩張圖這樣對照起來 然後來解開 然後來解開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這很難 這個不太可能是 每一個人都做得到 不是每一個新二代 新三代都做得到 可是我 同時我有另外一個 我還在想的事情 就是你這樣解讀 讓我想到那個 弗洛伊德 就是大家所有的指向 通通指向 某一個地方 就是 你站著也好 坐著也好 躺著也好 我通通指向你那個 幼兒期還是什麼 什麼鋼門期 就是你通通可以指到那邊 因為 反正就是 一個 有點像算命的說法 的感覺 就啊 因為你那個時候怎麼樣 所以現在怎麼樣 我為什麼會這樣想 是 是說 比如說你媽媽經過930 那台灣全部經過228的 或者 當年 38年來台灣經過那個 戰亂的 那這樣子 其實不只這些地方 那 韓國也有 打來打去啊 日本也有 就到處都會有這個 那這樣子的恐懼的基因 就恐懼的經驗 我 這樣說起來的話 就變成一個幾乎是普世經驗 我是這麼覺得 那普世經驗就 就很難推導出你 現在講說 你媽媽這樣對你 是一個特別的事情 那 就其實應該大家都這樣對 大家都是這樣對下一代的 我覺得這個 這個是我 沒有把它 梳理清楚 就我覺得這個 這個 不 不太通 就是如果 那麼強調這個事情 這個會讓我覺得 有點 有點像 有點類似 我亂類比 你學心理人比較搞清楚 亂類比就是有點像 大家會 大家會 說佛羅伊德有問題 什麼 每個人都口腔疾 什麼都往那邊解釋去 這個 這個 你可以幫我 梳理一下 我覺得 每個人他會走的 去找到自己的那個路徑 去拼湊自己 狀態 或是回應自己生命的 期待跟痛苦的路徑 你的樓梯都是不一樣 但是我的樓梯 剛好就是這個 有些人他可能是從 當一個媽媽 他去學習到 他小時候的媽媽怎麼樣 對待他 而他現在決定要怎麼樣 跟媽媽用 跟媽媽不一樣的方式 去對待對待他的小孩 有些人是在創作裡面 就是拼受他自己 有些人是用說故事 或是任何其他的方式 或是在他的工作裡面 或是他的伴侶方式裡面 這些方式都可以幫助這個人 去處理他的議題 只是剛好我選擇的樓梯 是這個 對我來說 我會覺得 主要是因為 我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我真的就 有很明顯的變化 就像是 我覺得這些事情 就像是一個股價 每個人的股價其實 你看我的故事是這樣 但事實上 你去問這些故事的裡面 他其實 關係的 議題的本質 是很接近的 恐懼 性 想被愛 然後被認同 不想被排擠 或是 界限被 被破壞 這些事情其實本質 在很多層面都是一樣的 只是 我在追尋我的故事的時候 就是 剛好是走這個路徑 而已 我自己是這麼覺得 但是 在很多的 很多的 很多人的痛苦裡面 只是他們的痛苦 突出的是哪一個部分 而他們在 就像 你看 就是我的生命裡面 一個有PTSD的人 他們的親密關係 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在處理他們的親密關係的時候 事實上 是在 接觸他 讓他創傷的這些議題 我覺得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彼此交錯 就交織在一起的 我說的 我自己的聯想 就是 也不是聯想 就是我 我當然不是學心理 我搞不清楚那個 PTSD 是這樣講 就是我在想 比如930 因為 印尼930事件 而結婚來台灣 而來台灣結婚的女性 是很多的 那 可能他們都在 十幾歲 或者十歲到十歲這個年紀 親眼目睹了那個 殺 就是殺人 黑殺那個很可怕的事情 那 因為聽完你的講法 聽完你的故事 我會覺得 那這些人是不是每個都會這樣子 對待他 在台灣生效的下一代 一定不是啦 我覺得一定不是 就是 我得 我得 把我自己從 因為聽了你的故事 然後套到這些所有人身上的 那個 錯誤的套法 我把它得抽回來 但是 我相信又有 這一批 就當年 1965年之後 那一批 結婚來台灣的 印尼女性 應該是 某個程度有 點類似的 這個 狀況 那他們的下一代 也可能跟你有 相對接近的狀況 大 我這樣想 不知道對不對 這是我 我自己聽完你的演講 推 就是推出來的東西 然後前面 然後另外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1949 那1949 一批 應該會有 有 有一個 概略的 很像的 可能吧 那 228之後 可能會有一批很像的 我只能說 在心理學的觀點 創傷 他確實是會影響 這個人後來的 就是 他怎麼思考的事情 他怎麼認知這個世界 這件事是會發生影響的 只是說 因為對某些人來說 這個 他可以不用是創傷 是因為他可以完成一個 動作是 他可以有個掌握感 他相信這件事不會再發生 那對這個人來說 他就不會那麼嚴重 像我的小阿姨 他的臉書 有伊斯蘭教的朋友 很特殊 但是我的大阿姨跟二阿姨 三阿姨 四大阿姨都很害怕 然後我有去問我小阿姨說 為什麼你會有伊斯蘭教的朋友 他其實是沒有 沒有經歷過那個事情 他其實是沒有經歷過那個事情 那我只能夠 從我自己的經驗裡面去說 這件事情事實上 我看到一個影響性是這樣子 發生 那你說的對 就是我之前沒有想過 就是在別人家 不一定發生這件事情 但確實是 應該就是大家差異性是很大的 然後這真的是我自己個人的 一個很特殊的一個歷程 但是就是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 很棒的分析 很棒的分析 就不一定說 我相信這個政治的暴力的這個創傷 它是會存在的 只是說它是用什麼形式被看見 然後在什麼時候會冒出來 但也有可能它不需要冒出來 但是它在某一個層次裡 就被療癒了 也有可能 其實我一直都想台灣在什麼新南向 我們應該要輸出 比如促轉會新南向 就是轉型正義的新南向 我們現在都還沒做好 就要想著設計 就急著先輸出 或者交換這個經驗 就是大家每次在講說什麼 那個經貿啊 經貿其實根本不可能 就根本是打不過中國 那文化其實就也還好 反而是這一塊 我覺得在台 比如說我們在這邊 可以談新加坡的冷藏行動 可以在這邊談馬來西亞的馬共 在這邊罵越南共產黨 這個東西才 才是台灣的 我覺得相對是特色 那包括這個思考 930 思考他們的 98的那個暴動 這個東西在當地也許 未必能全力 這也是 反而是要拉一個距離 拉到台灣這樣一個 不遠不近的距離 那 我覺得這個反而是台灣的某一個優勢 不是另外的話 不要講話 對 喂 好 我想請問 您的母親會有這些狀態 是 呃 我的狀態是指 可能 恐懼 呃 對於伊斯蘭的朋友 或者是說 不敢搭計程車這些 等等的狀況 是因為 當地文化 還是說 因為對於陌生 還是 家庭的教育成長背景 什麼樣的原因造就他這樣的狀態 然後 再來就是 呃 如果我今天 身邊有 創傷這樣經歷的人 的朋友 但我自己沒有經歷過相關的背景 就是 我可以怎麼做 在我自身的領域範圍內 去 去做到 可能 我舉個例子 可能 跟他一起尋找一個 什麼 活著的價值嗎 還是 之類的 可以在我的領域內 做到這樣的事情 那 因為我自己 認為 呃 當事人自己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之外 我會希望我也可以成為那個 他的一個 欸 陪他一起走這塊樓梯 這條樓梯的人 那 我可以怎麼做 如何做 這兩個問題 謝謝 第一個問題 嗯 確實我媽媽跟他的 就是大阿姨 可能有點不一樣 就跟我的大阿姨不太一樣 就是我媽媽會有很多的 很恐懼的 事情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他自己這個個人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 但他的恐怖的那個狀態 又跟大阿姨 然後三四阿姨又不太一樣 那這點是我目前都還不知道的 所以到底他的恐懼是因為 什麼 我只知道就是他們都很害怕 就是那個社會中的他者 就是 嗯 就是 那時候我跟他們 撒姨撒姨一起去 我媽 撒姨撒姨一起去 馬來西亞 那時候我就 自己出門去散步 然後不到十分鐘 我媽就已經哭了這樣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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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姨撒姨也是非常慌張 然後 撒姨撒姨的小孩也 非常的 就緊張 所以 你知道嗎 我以為 我覺得這件事很荒謬很好笑 可是他們都很嚴肅 所以他們 確實是有一個 社會中的他者 想像 只是在馬來西亞 他們想像那個他者是 印度人 然後在印尼的時候是 當地人 所以我從這一點在想 這件事情還是他 成長歷程中 就是族群之間的那個 那個歷史 造就這個部分 還是跟這很有關係 那第二點是 我覺得你只要存在就可以了 這句話非常的狗血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 PTSD的人 他們 我那時候我的女朋友 就是 我那時候真的跟我女朋友 兩個人就是 互殺 就是一個 就是 相愛相殺 相愛相殺的狀態 然後他那時候就問我說 就是究竟要怎麼樣 我才可以相信 就是 就是他不會殺我 或者是 就覺得有一陣子 會覺得他會殺我 我在路上 遇到某一些人覺得 這個人會殺我 啊那個人不會 這個人會 可以分辨出來 我可以分辨 哈哈哈 但是這些應該都是 我自己感覺到某一種 他的一種可能他不會 他可能有一種 沒有同理 某一種沒有同理性的狀態 會引發我這個恐怖 對 然後 我那時候 我女朋友就說 到底要怎麼樣 我才可以 變得舒服一點 不要這麼害怕跟恐懼 然後 因為我後來就 有一些生病 然後那些生病就跟這些 有很直接的關係 他就問我到底要怎麼樣 好一點 我說 我說 我告訴你一個實驗 那是一個實驗是 就是把一隻狗 放在那個籠子裡面 然後電他 電到他已經 他世界崩潰了 然後打開門 那隻狗也不願意出來 把他抱出來 他也不覺得 他已經離開那個籠子 我說除非你 經歷過跟那隻狗一樣的事情 然後你還要重新相信 你是可以生還 你可以過一個不一樣的人生 我說你這樣我才願意相信你 你經歷過我 就是類似的事情 然後你根本不相信 這件事有可能發生變化 但是你還是可以變好 所以你不相信這件事可能變好 但是你還是變好了 那我就可以相信你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 然後我那個時候 跟他說的那些話 一直到一年半之後 可能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我覺得那個朋友約我出去 我不能拒絕 我覺得好可怕 好可怕 好可怕 我只能說好可怕 然後我沒辦法說更新 我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才能夠轉譯 那個時候好可怕 是發生什麼事情 我現在才能說清楚 是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創傷它是一個很私人的東西 你不要覺得它是一件不好的事情 它對我來說是好的事情 是因為在以前我根本就沒有辦法 感覺整個人是很穩的 很安全的 跟我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我可以確實的讓某一些事情發生 跟讓某一些情況改變 就是PTSD不是不好的東西 它就是一個 它就是一個 你就是需要去 我們去命名PTSD 只是因為這個東西 我們比較好溝通 我一講你們就知道 那是什麼可能是什麼東西 你們會有個對它既定的了解 但是PTSD這件事情 其實不是這麼 在它的 在它這個生命的歷程裡面 這個東西不是這麼的重要 重要的是 這個怎麼命名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在這個過程裡面了解 它是誰 它要怎麼樣可以照顧自己 它的痛苦是什麼 它可以怎麼保護自己 我覺得PTSD 或是這個狀態 它是一個關乎於 怎麼保護自己 然後怎麼樣 長出一個勇氣去回擊 就算會死 之類的 所以這件事情 是一個很私人的事情 我覺得你只要 在旁邊 你可以聽他說 你一定會聽不懂 因為你會 就像一年半以前我女朋友 我跟女朋友講說 我覺得好可怕 可是他聽不懂 我自己也說不清楚啊 但是他真的就是 會慢慢的有變化 你就聽他說就可以了 我覺得真的那時候 我覺得如果 我身邊一直有人 其實我身邊真的很多人 可以聽我說這些東西 在以前的時候 這些東西更破碎 可是真的會 一直有人聽我說 我就每天都刀 就是刀刀刀刀刀刀 就是碎碎 碎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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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慢慢的他就會 越來越成形 一個人直接告訴 如果有一個人可以直接告訴他 他發生什麼事情 就還說一點意義都沒有 他必須是自己 把這個樓梯走出來 那件事才有意義 如果這時候有一個人可以 走到他一個階梯後面 跟他一起走 那已經是很棒的事情了 對 這是我的回答 還有別的問題嗎 我想要知道你的感想 因為你對 因為你對 在 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你聽完這些時候 有沒有什麼想法 情感層面還蠻撞擊 也是跟大家都相似 就是因為 呃 我通常會 比較忽略情感層面 然後會希望 解決問題 那 但其實有時候我 沒有意識到 如果沒有 如果沒有把情感層面 這一塊 去好好的 陪伴也好 或者是 去 去關注到這件事情 問題也不會解決 那 嗯 因為我一直很希望 讓 整個世界上 不要再有族群的撕裂 不管是 伊斯蘭族 或者是 台灣人 對你移工 或者是 我自己過去是 像更生少年一樣 還是被貼標籤很多 那我自己很希望 不要再有這些事情發生 可是 但我覺得 就是這種 真的就像你說的 要真的自己走過 然後 我覺得你真的很有勇氣 可以去 講出來 因為當我 現在自己走過一次 才發現 其實真的要講出來 把自己過去 總總總講出來 這真的是很困難的事情 我覺得這是 除了時間的洗禮之外 也慢慢的造就出一些 智慧吧 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 嗯 這也是今天被提醒的一點 就對這一塊 是 我是相信 曾經有過的這些 議題或是經歷 可能跟別人有相似 或是沒有相似的 我覺得它都是很重要的 也許它就是 你可以陪伴你剛剛說的 那位朋友 很重要的一個 就基礎 就你可以給他照顧 對啊 我是這麼相信 就是 很多的族群的分裂的 這些事情 我也會一直在想 究竟是什麼 讓這個世界變成 現在這個樣子 我也會一直在想 那是怎麼樣 可以讓這個世界好 我自己後來的理解是 其實族群的分裂 它其實也有點像是 二元對立的一個面而已 就是 就是 在這個族群 它有它的立場 在那個族群有它的立場 事實上你是很困難去說 誰對誰錯 說誰對誰錯 其實對 事情好像也沒有 多大的幫助 但是這兩邊的人 他們怎麼可以 去 超越 或者是去 彼此理解 就像現在台灣社會 在面對的 怎麼樣去看見 白色恐怖的遺囑 怎麼跟他們對話 很多人都 台灣人都覺得 這件事不干他的事啊 那這個對話 怎麼可以發生呢 其實它就是 它就是很重要的地方 就在於 我們其實是 沒有很 我們其實沒有很不一樣 就我們都渴望 在一個安全的地方 被保護 我們都像是一個 經常像是一個受傷的動物 然後會需要 回到自己的家 一個安全的家 讓我們可以放鬆 我們可以 讓我們會有食慾 想吃東西 可以好好休息 睡著 這件事情其實都是一樣的 當我們可以開始看見 我們自己身上的 某一些痛苦 而我們有勇氣去跨越的時候 我相信這會帶給 這個社會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影響跟聯誼 當這件事開始 慢慢發生的時候 我覺得 我覺得恐懼能夠被消融 我覺得恐懼被消融之後 就是彼此聽見 對話的可能性就會發生 像最近很嚴重 就是以和養綠跟那個 同婚的議題啊 可是大家出門有沒有收到 或是看到那個傳單 就是非常的撕裂啊 可是我今天也在跟朋友討論說 到底為什麼會這麼惡意 可是我另外一個朋友說 他覺得比較像無知 然後我想一想 我覺得我同意 那個無知是什麼呢 因為愛家公投跟以和養綠 他們其實都是用非常恐懼 威脅你的方式去告訴你 如果你不 你這樣的話 你不投反對票的話 同志會 地球會毀滅喔 然後會毀壞同志的 就會毀壞家庭的價值啊 然後會 孩子們會失去他們的爸媽 都是用非常的恐懼的這個訴求 可是 可是問題是有用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些恐懼 害怕的東西 剛好這個東西 他們用的語言 是可以騷動那個東西的 所以我覺得 怎麼樣面對恐懼 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議題 然後面對恐懼是每個人都需要的 每個人用自己不同的方式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地域去面對自己的恐懼 當我們可以不要有那麼多恐懼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超越這個恐懼 我們可以開始重新信任 就像我在學習重新信任這個社會 重新相信這個世界 我最近在生病 但是我在試著相信 我不會這麼容易得癌症 我不會那麼容易就是半夜星際然後就死掉 我就試著相信這件事情 我相信我可能快死掉 但是我相信死亡也許 就是一個沒有那麼恐怖的過程等等的 我試著去放鬆我的身體 在這些歷程裡面 試著重新相信 試著重新跟世界建立關係 我覺得去面對恐懼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當每個人都可以開始面對自己恐懼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社會就會開始產生出一些 有辦法去彌補裂縫的事情發生 也許對某一些否定 就白色恐怖跟他有關係的人 他們可能可以意識到 他會覺得這件事有 去追討這件事可能意味著 他的人生什麼財產 可能會得到減損還是什麼的 那也是恐懼啊 就很多的背後其實都是恐懼 我覺得把人推開就是恐懼 都是恐懼 很多的恐懼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 對就是去面對直接面對這個恐懼 然後去進去在裡面 可以深深的沉進去裡面 是一件很重要的經歷 如果我們能夠做到這件事情 我覺得就是那個對立才有可能有機會對話或是什麼 所以其實雖然同婚的議題到現在就是很撕裂 就我朋友穿著婚姻平權的衣服出門吃飯都會被大媽搶 平權什麼有什麼好平權的 就是戰鬥力很強 可是其實我不知道 也許這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讓大家去面對自己對性的恐懼 會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好 還有什麼要說的呢 大家今天就到這邊啦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有個好溫馨的結局啊 哈哈